孫好 哈囉老師們早 姚文老師早 被看見齁 大家都起來很早 今天是這一週最後一天 這個暑假最後一天 今天可以看到比較多對不對 因為把解析度調高了 你們之前只可以看到我的臉 今天可以看到衣服 嗯 蛤 什么 你后面的那个竹案很漂亮 对 我女儿画的 先换一个地方 哈哈哈 她画了很多张这个大的 然后后来还画在她的那个衣橱上面 她很喜欢画画 好 那个 大家都来了吗 来了 这样听起来有点恐怖 这样没有来还会出手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呀有意思有意思 好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还是要走一下 今天是那个 109年度的海外 数位华语文化推广计划最后一天 应该是落桥中心 然后下礼拜开始我在 城桥上课 但因为内容是缩减版 我们的比较详细一点 所以她那个课程 呃 可能就不会公布 因为她东西比较少 比较精简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我们记得录影 因为这很重要 OK 有的 好的 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是 持续不断学习 跟及时 教学资源 这些东西 这个写这样子太长了 好 以前我们老师在讲说 写逗号啊 句号 那个东西很好笑 她说如果你不懂得写 逗号跟句号的话 尤其是逗号 好 那个 念词的人就很容易怎么样 就 就上气不接下气 哈哈 还读不下去 诶 这边看起来比较亮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搬到这里吗 对 搬到这里 因为我旁边就是router 因为现在啊 这两天洛杉矶实在太热了 然后我们就会都开冷气 对不对 然后有一次我就发现我的录音 非常的 断序 甚至于传到那个云端都很断序 然后才知道说 因为我的那个冷气在我这个中间 它的电波干扰到 所以它就 搞的整个这个system都怪怪的 好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换掉 好今天我们要讲到social media 到最后我们要讲到social media 有没有人已经看过我们的这个powerpoint了 有没有人已经看过 如果已经看过呢 在我们的网上 嗯 没看过就好 看过就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有一些改过了 我跟你讲 因为我在想这个social media的时候呢 我就 啊 什么 什么 因为这个social media啊 它一直在改 很有意思啊 哈哈哈 好有老师写字 我看一下哈 对老师我昨天就下载了 对今天还要再下载一次 哈哈哈 OK好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不停的在修改 他不停的在修改 所以我每次做这种数位的课程 我都一定要到最后一分钟 还就才开始写 然后写这个东西呢 嗯哼 我还算好 我上次遇到的是我上课前一天改掉 那台湾的甘贵心老师他就说他上课中间被改掉 哈哈哈 他中间被改掉很可能就是美国这边半夜 然后这边正在run那个program 所以他就把它改掉了 好 那我们再看了 今天讲的东西其实是跟我们之前所有课程做一个总结 那个总结听起来有点伤悲的感觉啊 我先让老师们签到 哈哈哈 不会啊 我不常常改我的powerpoint 我的powerpoint通常就是在 想好了之后才开始写的 嗯 那最后要改是因为我发现他平台已经 又变了 像我昨天又发现 那个facebook的平台又变了 所以 那一部分 哦不是facebook对不起 是line line的平台变了 所以还要再做修改 你们都知道那个 Facebook跟line也有这个线上课程平台吗 有哦 有人发现是不是 有人在用吗 没有 没有哈 其实是一样的 他而且他现在把它改的很漂亮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 变成说这个平台你根本就不用申请 然后你就可以达到你的教学效果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个平台也可以上课 好 你如果没有信心你可以先从小组开始 或者是跟家长做那个会议的时候用 很有意思 潘丽老师还没来吗 潘老师 可能还没 有人开始写那个哈 欸校长也还没来吗 我是不是今天太早 太早就开始签到了 有可能是有的学校周六班今天开课了 在学校就是 不好意思啊 我帮到一下是 我们今天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 open house 那我们刚刚刚从那里下来 那你要不要帮校长签一下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今天签的 那个潘老师 潘老师来了 不是是我 你帮他弄的 对对对 因为今天在上面的时候 潘老师是主角 然后我们的校长是host 那我在旁边话修 那你就要来这边帮忙签一下 那个郑校长 好 ok 对对对 好 所以你们今天是open house 就是啊 都是就是暑假跟你学的 跟郑老师学的这些 本来都弄得很好 我们昨天下午还练习了好久 都很好 结果今天早上要真正要open house的时候 那个校长的那个电脑出了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出问题 不知道我不知道 反正 看起来怪怪的吗 不是后来换另一个电脑 哦 换一个电脑就好了 所以是电脑的问题 好 那我们在练习的 昨天练习的天衣无缝 可是今天还是有 不过到最后还是很圆满的结束 很棒很棒 好 那我们还是要准时开始 因为我怕今天课程会讲不完 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 今天我们要先预习前面的 他今天那个open house 会到几点 你说我啊 跟我问我 对 我们的那个 再往上的东西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OK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几个星期 我们到底上了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那这个课程当初我们三月在编排的时候 是属于实体课程的 就是在教室里面要上课的 那后来四月批下来的时候 应该是四月吧 四月底批下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疫情就其实已经很紧张 那很紧张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做修改 我们修改呢 就比较接近我们线上的课程 后来我发现说 其实我们乔校 早就应该一半就在线上进行了 我们乔校本来就应该有一半在线上进行 只是说同步课程呢 可能就是现在大家开始接触 那同步课程难不难 其实不难 大家习惯了这几周之后 也不会觉得说压力很大 大家也开始玩 然后我们的教室呢 大家都有权利讲话 你也可以露脸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大家可以熟悉平台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发现说2020年开始 微软也加入这个战场 也就是说这种线上平台 越来越多人加入 到上两个月 可能LINE还要三个月前 LINE也加入了 也就是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LINE已经加入 但是当初 LINE的画面并不好 在昨天我发现LINE的平台呢 它现在不但分享的很好 而且几乎功能 等一下你们看就知道 OK 然后呢 Facebook也有 但他们走的方式完全就是一样 就是一个很社群的感觉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join那个group之后呢 才能加入教室会比较安全 好现在教室有一个特别的管理方式就是 你的学员通通进来之后 我们就锁教室 也就是说你的学生全部进教室之后 我们教室就锁起来了 老师就可以开始专心上课 一直别人都进不来了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是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给大家看的平台 那这个呢 是在2月的时候 我看到的这个抖音 现在美国好像不太赞成大家用抖音 这个就不管 这是政治因素 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那其实我是认为 当初我就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蛮感动的 你会发现当初的抖音呢 他的老师在做教学的时候 他注重的东西都是学生看到他在教的画面 他并没有老师的画面 你现在可以看到我 这是属于我的画面 有我讲师的画面 但是呢 当初他们呢 不是他就让学生看到他课程的画面 老师只是有声音 然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左手边的这个 这个老师 就是他叫光头老师 他自己取他自己叫光头墙老师 那他呢 你会看到他的这个iPad呢 是放在哪里 是放在一个架子上面 他不是专门的iPad架子 但他就是一个一般的 他我不知道他做什么用 但他是一个架子 他刚好可以把iPad放在那边 把他镜头露出来 那这样的情形呢 他就是把这个镜头对准 他上课的位置 他就present给学生看的 这些讲义的位置 那老师就不再看这个画面 因为他一定有先量过这个桌面上 会露出来多大的这个位置 但是呢他有一直带着耳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学生可能会 跟他讲话或怎样 他也许是同步 也许不是同步的学生在看 所以他全程录影之外呢 他还有学生的声音会进去 他说他每个礼拜都有同步教室 所以他应该跟学生有互动 好的 那另外这个老师呢 这个也是个老师 这个老师他就 他就拿着那个线绑箱子 他绑了一个小箱子 那个箱子小盒子 那个小盒子里面就放他的什么 手机 那我们看得出来 那个应该也是iPhone 那个是iPhone 然后呢你就看得出来 他把镜头露出来 但镜头就是对准他要交给学生的这个画面 好然后他就用两个线 那个线太细了 而且他一天不知道讲多久的课 所以呢他就觉得勒到头会很痛 所以你看到他在头上面 就放了一个袜子里面就垫了东西 非常可难 他这样子呢他头才不会很痛 因为压着很久的话 老师也会很不舒服 你看他都很认真在教 其实这是影片 但是我们只给老师们看画面就好 你可以知道说 当初在二月的时候 在中国遇到这个疫情的时候 他们老师是怎么因应这个对策 那为什么二月开始上课呢 就是过年一结束 他们马上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学生呢 他可以停课 学校要停课 但是他不能停止学习 所以呢他们在家里还提供 学生这些上课的资源 马上就跟家长联系 因为他们有微信啊 有那些他们也是用社交媒体 就是我们的社群网站或者社群平台 来跟这个学生跟学生家长做联系 你们可以讲话哦 就不要太安静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听您说话 对 其实蛮感动的 你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 我们华人 中国人都是蛮聪明的 然后知道说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很艰巨 但是我们可以克服难关 并不是说 每个人一定要 像老师一样 要买很好的设备啊 要有食物投影机啊 这样才能教学 没有这种事情 你只要能够克服你的教学 什么样的工具 家里有的就拿来用 好 甚至于有一次我在教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买我的这个 iPad的架子 就是我做直播的架子 我没有用 好 那个时候我不是用这种 我没有这种东西 我就只拿一叠书 一叠课本 在旁边厚厚的那个大学课本 叠起来之后把iPad夹在上面 好 他一样可以上课的 不要认为说这样就不可以上课 他一样可以上课 没有人说你一定要配备完全 才可以开课 没有这种事情 好 所以也不要太在意 不要太在意这种配备上的东西 好 那这个是我们讲到 当初二月的时候 我们有看到这样的情形 那非常感动 然后很快美国也就 开始加入这个战场 然后战场越来越大 后来变成美国第一 然后现在呢 我们大家就开始在 克服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六月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讲到 台湾有一个平台 叫亲子天下 他有讲到这个老师直播的东西 那如果你有看到这个亲子天下 你有加入他的 OK 他这个下面就告诉你说 老师给学生上课的SOP是什么 他讲的是SOP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他的一个 怎么讲 标准步骤 OK 好 他怎么样的标准步骤 他第一个就是说 老师要认识 确认你要用的软体 什么叫软体 像我们ZOOM就是一个软体 好 对不对 还有你软体软硬体 要先知道 你要用什么东西 你要用设备 网路 这个都要有 对不对 教育云帐号 什么叫教育云帐号 你们有没有教育云帐号 Google就是你的教育云帐号 对不对 当然weebly也是你的教育云帐号 看你要什么帐号 我们老师已经做了教育云 很多人都教了 你就会发现说 您今天要上课吗 谁 OK 好好赶快 没看到你 看到我了吗 不是不是 我通知潘老师 我通知潘老师 OK 有有有 潘老师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我们就讲到说 我们的直播教学平台是什么 他讲的这个就是room 前面这个都还只是一些硬体软体设备 然后课前准备就是老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之前上的很多都是只在讲直播教学平台 他讲的直播教学平台 也就是我们讲的同步线上平台 也就是我们讲的同步线上平台 我们的线上同步教室就是这个他讲的直播教学平台 那你也把它讲成教学平台 不如把它讲成那个线上教室 只是同步跟非同步的这个差别 然后课前准备这就是每个老师比较重要的东西 那老师也讲说哎呀好难哦 哎呀每天都要写PowerPoint这样不一定 你不一定要PowerPoint 你可以用图片 你用图片一张一张秀给学生看也可以 没有人说你一定要做成很美很美的PowerPoint 或者你要有功力很深啊 一定要跟学生玩这个游戏玩那个游戏不一定 就算你投影一张纸 你一样是可以教学的 没有人说你不行 甚至于你只是把你的镜头拿来对准你的课本 都可以的 教学没有这个一定的步骤 没有说一定要去做很美很美的画面 但是你只要能够把你的意念传达给你的学生 你的学生能够习惯你的这个方式 他能够接受他会进步 这就达到目的了 然后他就说这样你就可以开始课程 当初大家在台湾的时候有这样的共识 然后台湾呢运气都不错 一直都还没有遇到这个教学上的问题 因为到六月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准备这个暑假要开始了 好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有讲到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云账号 教育账号 教育账号 我们讲的是Google for Education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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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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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他以前叫Google app for Education 那我们利用的 我们借用的是全球环网的帐号来拿这个资源 如果老师已经我想老师应该都拿到了 那我们拿他的目的最主要是要他很大的空间 还有一些他的软体的提供的功能 好那些功能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几个月 哎呦我们几个月我们已经上了三个月 这几个月来我们追求的一些重要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辅助工具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6月13号上了什么 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一次有讲到教育云 我们有讲到教育账号 然后第二次我们就开始讲平台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讲到说平台的萤幕 一个萤幕里面要塞这么多东西我要分享 我看不见怎么办 我们那个时候就讲到稍稍点到这个双萤幕 然后跟大家介绍了这些平台 当时我们在介绍这个平台的时候还没有 LINE已经开始有了 但是LINE的那个非常非常的不理想 那现在他已经修改 你会知道说现在其实我们用这种社群网站平台 他其实是比较简化的会议平台 跟以前的会议平台不太一样 好那像这样的平台呢 显然比较容易去修改他的程式 因为我发现说他们现在一个一个加入之后 速度之快 而且老实讲他们的功能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像 好那你就会发现说 昨天晚上我就发现说 那个Facebook他的平台啊 其实到最后他做的分享功能 其实跟谁一样呢 他其实做的就跟那个Google Meet是一样的 所以你只要会Google Meet 那你就有可能马上就上手会用Facebook的这个线上教学平台 好那他也是说你可以拿来教学用啦 那等一下我们会告诉你说 一般人认为Facebook脸书它是一个比较开放性比较危险比较商业行为的平台 那他怎么可以要推行他的教育平台呢 对不对 但是你也会看到 其实连老师也在脸书上做过直播 对不对 好 乔委会的课程也在脸书上做直播 好他既然可以做直播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学生带进教室 带进教室对他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危险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好这是我们6月13号讲的东西 6月27号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三位老师来做这个 学华语向前走的教学观摩 那那天我们就发现说 熊老师讲的非常的精彩 所以呢 问题大家都很难 很难一次问到完 因为时间已经拖蛮久 那天已经到他们也该休息吃中饭的时候 所以我们加在8月1号类似的课程里呢 再请熊老师来跟我们做比较detail的分享 好 接下来就是7月11号 那中间跳了一个7月4号 就是我们的美国的国庆日 所以我们那天并没有上课 好那大家就很不习惯的停了一天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家里放假 好 那个你会看到哦 现在为什么我们要跟老师们review这些东西 我只是要告诉你 当初我们设计这个课程是环环相扣的 好也就是说你这一系列上下来之后呢 你应该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知道怎么去做 那中间老师呢 我也请了一些不同的老师来上课 你们可以拿到不同的information 诶刚刚我好像跳掉谁了 你跳了一张slice 对 一个很重要的slice 对这张 为什么我把它跳掉 这张slice很重要 这张是在我们讲对不起啊 6月20号 对这张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圆老师 圆老师给的资讯非常多 好 那他的资讯呢 你要从影片里面看 所以我们今年其实还不错 就是说我们这个影片里面啊 大家如果愿意应该可以再回去看 但是我的影片呢 会保留多久呢 我会保留的时间 以讲师同意的时间来放长短 好如果说讲师认为说 哎我只愿意放半年我就放半年 然后他说可以放一辈子 然后我们就放一辈子这样 好那你讲师意愿 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强制性的 是当初很多人没有办法 进到我们这个教室来 所以呢我们就 用这个折中的方式 我们教室里还是很少的人 因为当初我们在开这个课的时候 你会发现外面的课程 都是几百个人在上课 在几百个人上课的结果 就是没有什么效果 我收到有一些人的反应 包括那个许向文会长 他告诉我说他想要知道的是 教室里怎么上课 而不是只是听经验 或者是听工具 好因为很多人给的是工具 你回家还要自己练习干什么的 他只是告诉你说 他可以干嘛干嘛干嘛 但是他不能像我们这样 手把手告诉你怎么做 那他就他其实想想法跟我一样 我是认为老师应该直接学到会 比你听一百个工具要来的强 好当然那个工具 他告诉你新的工具也很重要 因为你听完之后 你如果自己可以pick up的话 那你就得到一个新的information 但是呢并不表示说 每一堂课都要这样上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接受 好所以我们开了一个给人家感觉好像比较lowkey 好就是说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跟你讲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怎么做 但你不要认为说我们这真的很lowkey 我们就是跟这个加州大学啊 加州大学他们上课的时候 小组讨论的这个人数来做这个依据 所以我们是以12个人为教室最多的maxima的那个学员人数 当然加了我就超过了 那照理说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样 他们认为这样的效果呢 可以达到互相的全 全部能够互相完全的沟通 所以我们是以这种方式来开这样的课程 好那我们就讲到说远距教室快跟慢 所以我就讲说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 上午是那个袁老师分享的课程 这张照片是当天上课结下来的 你看多好看 那你就知道说老师有一句话很棒 他就说让我们一起在这 涛生依旧所谓后疫情时代 末时金尊空对月 金尊里是丰富的网络资源 这个里面的资源大家记得回去看这个影片 好那我们有讲到上传下载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上传下载老师如果不太了解的话 你可能说家里开了很多设备 像我刚要上课以前我把所有的设备全部停掉 只保留了一个大门大门口的一个摄影机 其他全部关掉包括住教所有的那个设备 我全部把它关掉 然后他就在哀哀叫的 好那我们就看到6月27我们刚跳太快了 然后7月11号的时候你会看到说 妙华老师给了老师们很多很多教学上可用的工具 这些工具呢都会在我们的非同步线上平台上面 好所以老师你可以去拿这个资源 我们的非同步线上平台会保留两年 两年其实是太长了 但是这个非同时期我觉得我会把它保留两年 那是个付费平台了所以会比较稳定 所以老师这个时间都可以上去拿 那包括影片这个我也会问一下这个妙华老师 他愿意保留多久 如果他愿意保留长一点的话 那就是老师的福分 老师可以一边对照他上课的分享 然后再去看他的讲义 会更清楚 所以所有我们的powerpoint都在网上都可以拿得到 那记得我们的平台 好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全球华文网的这些资源 那我们就讲到说乔教双周刊里面 他有声音 包括其实他应该是这一年吧 他换了新的这个平台的管理 所以他东西放的蛮新蛮好 而且他版面比前两年的要来的容易 而且比较亲切一点也实用 老实讲是比较实用 大家可以去看 那如果说你觉得那个声音呢 学生比较不能接受的话 你可以自己配音 现在自己配音并不困难 那老师自己配音手机拿起来就可以配音 没有什么问题 再糟糕 你就是镜头对着萤幕 然后自己配音 都没有问题 好 不要想着说一定要做成professional 这个不需要的 好那你会看到我们那一次呢 特别有讲到powerpoint的一些小动画 如果说你有去练习的话 你可以再 就是说很简单的就可以达成跟学生的互动 其实powerpoint这些小动画对老师来讲 现在还蛮容易的 那我们有step by step 慢慢跟老师讲说你要怎么去修改 他的这个动画的这些 怎么接牌啊 怎么去算那个timing啊 那些东西的 最后我们有做一个幸运转轮 那这个幸运转轮的功能有很多 我知道有很多是线上的 但如果说你今天做的这个幸运转轮呢 将来你在教室里你就不一定要上网 因为那个幸运转轮在网上的 当然我们现在是网上课程 你可以用那个 但是呢如果说将来你只要做这个东西的话 你还有很多的变化可以做 好其实就是你从头做到尾你会发现 就是timing在修改而已 一些比较简单就是还有他那个 那个你的这个板机要扣在哪里 就只有这两个东西 其他呢老实讲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了 好那我们大概就 等一下我要把这个擦掉才能换页 所以他这个也是有他麻烦的 OK好来我们来看到8月1号 8月1号你看很快就进到8月了 中间我们又放了一期放了一个星期 为什么呢就是南加中文学校联合会 我们有这个线上的研讨会 那个进行了一个礼拜也是相当丰富 那我们的伟真老师也去做分享 如果你有看到这些课程的话 你会发现说这些conference 其实不管你会不会用得到 你去听多少对你都有帮助的 OK好 好大家正在用餐吗 好8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上了什么东西 我们就开始上Google for Education Google Suite G Suite for Education 那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进到全球华文网 所以我们那天有这个 G Suite for Education 这是属于初阶的 就是比较初级班 就是说你怎么入门 然后呢下午我们就请到那个熊老师回来 跟我们解答那天的这个Google Classroom的这个问题 好那当然老师除了Google Classroom 他还分享了很多不一样的精彩的这个内容 那如果你有兴趣呢只有我们参加过课程的老师可以拿到影片 因为熊老师里面有一些比较私人的这个东西 我就没有公开给其他地区的老师 因为这个剪接要花比较多时间 我后来那还没有力气剪接了 好所以只有给我们的 在教室里的老师看 好所以老师尽量不要把这个影片往外放 因为这里面有老师的个人的资料 好那我们再看接下去呢就是8月8号 8月8号我们就是父亲节 父亲节就是上个星期 我们上的是Google for G Suite for Education的Advanced 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触控到它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比较detail的功能 就像我们讲到form啊我们讲到教育云啊 后来老师就开始做这个教育云的课程 有点难但是又其实又不会这么难 好就像那个以前我们在上weebly平台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上课要光是讲weebly要讲三堂课 才能讲得完它的功能跟这个股价的架设 那当初老师都不是很专心在学 为什么呢因为觉得教室直接跟学生见面不需要 那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东西要跟学生联系的话呢 我们会选择什么东西老师可能就会选择LINE啊 WeChat啊跟家长直接做这个沟通就好了 所以认为这种非同步线上平台是不需要的 所以老师并没有很积极在学 但是现在呢你就会发现说 这非同步线上平台其实是很重要 包括学生进教室以前 他可能要review他上个星期的课程 他要表现好他在教室拿到point 那他可能就要再去看看上个礼拜老师讲的什么 这个东西其实对他们帮助还蛮大的 今年我没有用到很多课前的影片分享 就是不需要老师先去读这些影片 那我们是慢慢带进来的 所以老师会觉得比较压力小 那一般以前我们在做欧洲课程 或者在做北加州的课程的时候 我在进教室以前 因为那个是进教室的时间很短 不像我们这个时间比较长 那种课大概一次上课 顶多就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那那么短的时间 你要让所有不同程度的老师 通通来上课 而且要看得懂你在讲什么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就像老师 你在新一年课程的开始 你可能来的学生都是全新的 你不认识他们 你说破冰 破冰只是说我在教室里 我怎么做那个communication 但是问题是呢 你要知道 就是说我在进教室以前 学生他程度不同 他跟不上的时候 他就整个就放弃了 所以一般来讲 我觉得这种翻转教室 就是我们讲的翻转教室 就是非同步线上课教室 那这里面呢 我就会放出一些影片给学生 让他进教室以前 可以先去读 如果他先去读之后 他进到教室的时候 每个人的程度 应该都是一样的 他可以听懂我在讲什么 我会尽量去cue我在教室里 给他的这些资讯 他听得懂 他只要第一场听得懂 他就有信心 他对老师就有一个比较亲切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 这一次你们可以试试看 有 是 同意 因为我每次上课都是面对不一样的老师 其实老师讲 对老师来讲 这是一个很exciting的事情 也很challenge的事情 你要跟一堆不认识的老师 要怎么开始 就像我下个礼拜 我要开始跟陈乔的老师 开始做分享 那我会不会很紧张呢 其实有一点点 但是所以他们的线上课程呢 跟你们的线上 非同步教室是不一样的 他们有一些影片需要看 因为他们上课时间很短 那他们有可能没有接触过我的课程 所以呢他们在上课前他们必须要先 读过一些影片 知道说我的教学方式 那他已经开始熟悉我的声音 熟悉我教学的样子之后呢 他们在上课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发生 他们很自然的就已经被那个brainwash 这样讲是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已经先把他那个洗脑了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比较可爱啊 或那个的影片让学生感觉到说 老师其实跟我们很接近 老师原来也是个人这样子 其实蛮可爱的 所以好 这个上个星期呢 大家就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我们有 有逼着老师一定要做作业出来 我准备了12个礼物要送给老师 但是目前只收到10 10位老师的作业 OK好 那没有关系 我慢慢等你 你交出来的那一天 你就可以收到你的奖品 那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做 动手做没关系等我一下 因为我会录我的影片给你们看 那我现在已经附给 就寄出去给你的那个老师 是两朵花的材料 那那两朵花的材料 我有附了两个影片给大家 你可以跟着他做 或者说你就放着等到我的影片出来 其实那个很简单 但是看最主要就是说 那个材料不是贵的 但是他你拿到实体的东西呢 你可以感觉到说他的不同 他是怎么样的材料 OK就像上文化课 接下来陈桥有个文化课 也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 慈忌的校长啊 他要去上的文化课 那他就说他要做超阿贵 大家知道超阿贵 有一种台湾的那个艾草高 那个艾草高 就是应该是端午节的艾草高吧 那他要教老师做 那你如果说在教室学 这种文化课程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都可以就是说老师揉了一大块 跟每个人分一小块 大家一起做可以 但他现在不是哦 他现在是他在平台上上课 老师到中心去领材料回家做 那个其实难度非常高了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成功 但是对我来讲 你一点点中国人在做东西啊 量大好做量小很难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如果说你量要很小的话 这种材料老师要去揉面啊 要去做什么东西啊 其实是非常困难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次老师的作业在这里 都很漂亮哦 那我就今天不打算 因为老师想看嘛 但是要得到老师同意才可以给人家看 那每个老师的设计不太一样 里面也更精彩 好那我会觉得说老师有老师自己的创意 那我们会觉得说 不要太在乎 只要你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就可以 有一些都蛮可爱的 很有创意 好我们来看哦 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 除了我给学生外 另外一个就是学生要给我 他要给我什么 他要给我作业 对不对 我们给学生交作业是一个最难 就是说从我们第一天上课 6月6号一直到6月到8月8号 哎6月6号到8月8号 怎么这么好的日子 6月6号到8月8号 我们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完全 perfect 让学生可以turn in他作业的方式 这个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想过 老师你有没有完成让学生达到turn in他作业的方式 有没有老师可以分享 老师在吗 在哪 在在 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有讲到的 其实也不止上星期啦 这在之前 因为这个是小青老师跟我们分享的 他是一个线上录音工具 这个工具就非常好 为什么 他为什么很好 有没有人知道 很简单 很简单 对很简单 还有一个 他后面提供你一个储存空间 他储存空间都帮你准备好 他有一个云端储存空间 他让你录完之后呢 只要给那个link 东西都是在他的云端 有没有发现 如果今天我可以找到一个东西 让学生录完影之后 马上就存到那边 他只要跟我分享一个link就好 那学生就没有交作业的问题了 他只要录完之后 或者是某一个app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app 大家记不记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app 学生录完影 他就可以把它存下来 有没有 有 哪一个 flip click 啊 click click 你老师要不要在那个 留言区打字给大家 平台哪一个平台 江丽老师你说哪个平台可以保持 我们的Weberley平台 就是我们上课这个平台 两年 两年 谢谢 对我会放两年 好 应该能学好了 哈哈 应该可以好 巧文老师跟我们 啊 flipgrid ok flipgrid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有讲到这个东西 好 他也有 他也有 但他是不是付费呢 巧文老师 offread 不是吗 哈 他不是free的吗 他可以用有免费的功能 他可以储存 对 可以分享 对 老师要让学生tiny做业吗 诶 哦 free group 我们好像有玩过 老师你自己有用过 对啊 对啊 大家都进过教室嘛 对对 我们自己开个account 然后学生tiny 对 他其实如果可以达到一个app 就是拿着录影机去录 我想要的是这样 不是说还要去操作平台 就像这个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用Vocaru这个东西 他是进去之后马上录音 马上就可以拿到link 马上就交出去 OK 好 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很方便 那录影有没有 有 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叫EDU creation 那个也可以 但是问题是出在说 你还要让他有一个 他最麻烦就是说 他还要再去申请一个账号 什么东西都要申请账号 这个就是蛮麻烦 他每次要去用的时候就要Lock in 对不对 Vocaru不用 你只要上去你就可以录音 根本不要你什么账号都不要 你只要拿个link就可以交作业 我就希望就是说 可不可以简化到这个程度 如果他可以简化到这个程度 就没有问题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之前有提到用什么东西 用Google for Education 他那个G3 for Education 他有一个怎么样 有一个turn in的管道 但是问题是 他还要收集学生的information才可以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说 其实对他来讲 收集information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要知道谁把病毒带进来 现在病毒大家都很紧张的 对不对 那个把你的电脑搞 搞一个virus进来 你简直是 无法忍受 好 对 我知道这个 Flippery这个东西 然后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软体 但 这个 有好有坏 我觉得有好有坏 老师可以运用 但就是说你看看你的学生 愿不愿意再去登记 这样 你们上次需要登记吗 你们就是一个app 对不对 然后我给你classroom number 对不对 对 对老师 你给我们每个学生一个number 对对对对 有点记忆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如果我不记得的话 我就不会觉得说它 它是一个100%我想用的东西 但是好玩 真的很好玩 尤其低年级的学生玩得更高兴 OK 好 这个东西是我的理想 像vocaroo这种东西是我的理想 我希望说 它帮你自备一个空间 然后不需要学生information 当然 Flippery的很好 我想得起来 就是说你们上次录了影 都很好 但是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更好的东西 你们绝对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可以这么好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 教多媒体的功课有哪些 然后这些通口有哪些 有Google phone 对不对 就是我们上次交作业的地方 那你要交作业的时候 它一个一定要你加入Google的这个account 它要有你的information 我们讲到现在social media 这种东西已经不是过天桥了 它是什么样 它是地下道 它这些所有的地下道呢 就会让你 怎么讲 所有的你个人的资料 它都会抓得到 所以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情形 去登录 有一些账号 它说你只要用Facebook登录 然后他就怎样怎样怎样 现在就有人 就要去控告Facebook 就说他把资讯露出去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资讯露出去 他们一般就是这个样子 你用他 Login进去另外一个account 表示说他们可以提供你这个资料 是你允许的 这没有什么好告的啦 就是说你的资料已经在里面了 好那LINE呢 有一个传输的功能 大家知不知道LINE可以传输档案 知道吗 有没有人在用LINE 它传输档案的功能 超过WeChat 为什么 因为WeChat把关把得很严 它只能五个 五个 五个 五妹 五个Mega 还是五分钟 五分钟还是三分钟 我想不起来了 本来他就说 你超过一点点都不行 你的影片超过一点点都不行 他就把你咔掉 你说LINE也是一样 LINE我在手机里 我要传影片给我朋友也不行 他也会把我咔掉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在LINE上传过影片 有 有 有多久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被咔掉过 没有被咔掉过 不会吧 我的经验好像三分钟以内OK 不对吗 三分钟还有没有 三分钟左右 我没有计算多久 没有计算多久 有没有可能一个钟头 没有 没有 有可能吗 不可能 我告诉你什么叫肯 我告诉你什么叫肯 可能 他就是可能 他就是有漏洞 OK好 这个不要太宣传 影片不要给别人 好 脸书呢 私密社团里面 什么叫私密社团 他不是对外的 好 他有一个叫group 那个叫社团 就是说你好朋友 大家集结在一起啊 你这社团不对外 你没有log in 这个社团 你没有join 这个社团 没有被proof之前呢 你是不能在里面贴文 你也看不到我们的文章 除非你是我们的社团 有一个人做管理 那个管理的人呢 如果老师你的教室开在那边 你就要把关把的很好 要不然的话 就是怕你的资料会被泄漏啊 学生资料会被泄漏啊 干什么的 好 另外一个就是youtube的 unlink的影片 如果学生用youtube 他手机上 只要有gmail 或者什么东西 他就可以有youtube youtube有一个东西 你打开之后 他可以怎样 直接做直播 好 直播这个东西呢 他也可以录影 他录影 但是他 他可以说他unlink 就是直接在做直播的时候 他就只有有连结的人才可以看得见 这个叫unlink 然后呢 这个样的影片 他就可以直接tun in 给老师当作业 好 现在我讲了这些东西 好 刚刚那个flip flick也可以啦 但是 那个老师收作业 可能就是不是一个link 他就必须进到教室里 才可以收作业 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是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只是说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常常去的 所以你已经没有感觉到 你是lock in 才去看的 因为你always 让他open 好 所以你就会感觉说 哎呦好直接哦 我只要到哪里去 我就可以收到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杨文老师 他说之前有 现在有一个叫telegram 这个是什么 有一个telegram 的一个那个 好像有点像是wechat的功能这样 telegram telegram 对 他那个是好不好 就像viber一样啊 他就是有communication 然后也可以让你聊天 也可以都差不多的东西 就是社群 社群它叫社群工具 它不叫社群网站 所以他也是跟line一样可以传续 对 是 都一样 你你 ok 我们在选择这些social media的时候 不是说哪一个social media好 不是 你要看比如说你今天班上有20个同学 对不对 你20个同学里面的家里 用的是哪些social media 你才会用那个东西去做grouping 你就把他们全部集结起来做成一个group 那 比如说我们班有20个学生 18个学生用line 两个学生用wechat 我们就去 去那个wechat的家长说你可不可以加入line 好 如果他不愿意 那你老师也只好也开line也开wechat 对你是depends on你的朋友群里面 什么都用得多 像我们有很多人在美国用的是wechat app 在菲律宾用的是wechat ok 那刚刚老师讲的telegram 他也是另外一个地方的 就是说他可能新兴的 他只要开始收集到人头 大家愿意用之后 他就会 他刚开始他会释放善意 他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很好啊 哎呀你赶快找人家进来啊 比如说他会有个修徒功能啊 他让你打电话的时候 可以挂一张圣诞老公公的脸啊 还是什么节庆的什么东西 去吸引更多人去用他这个东西 好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社群网站 我们讲过在七年前已经列到大学里的 这个商业课程里面 好为什么在商业课程里面 因为他对business很有帮助 每个人只要掌握人头 他就掌握全世界 所以这些人为什么 他可以给你用免费的工具 因为他要的是人头 他只要做广告 他可以guarantee 他可以 有多大的这个市场的人 会去看他这些新闻 就像facebook一样 所以他生意很好啊 你每天都看到不停有影片出来 你只要在网上 你click 说哎我去看了什么东西之后 天啊脸书居然知道我的心 他居然马上广告就在旁边出现 一大堆都是我想看的东西 他不是读你的心 是当初你lock in 他的时候 你同意让他拿到你电脑上的cookie 懂吗 你给他权限 ok 当然你会觉得说啊 这种权限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你看他有读心术 他知道我想要什么东西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刚开始大家都说啊 糟糕我的个字被人家知道 我的什么东西被人家知道 你早就被人家知道 你上网第一天就被人家知道 想问老师 我有一个 是 如果login一个网站 然后我们比如说他说 你要选择是google login还是说其他的媒体login 有人用facebook 有人用google 对不对 我们可以说我们只是login 我们自己 可以 然后另外设命嘛 不要让他直接login到我们的那个gmail 或者是那个facebook 当然可以啊 他有另外申请 但你如果懒得申请 有的人就会按脸书啊 按我的gmail啊 那他就告诉你说 啊那我要打开你的gmail啊 你就说ok 然后他从gmail就说 啊我们gmail proof 说让他打开这个account 这样子 他们两边就有连线 这个就是不好的 就是个子就会容易 在这个时候有漏洞 透露出去 那如果我们自己 自己的那个密码的话 就不会 对不对 通常我会有一把e-mail 有一把e-mail 有一把e-mail 有一个专门是申请 没有用的social media 哦 可是太多他会忘记 没有他有一个最糟糕的 就是说social media 有一个他就是 会给你很多information 他就说 哎呦我们有什么notification啊 你要不要我们告诉你 最新最好的消息啊干什么的 但 人家就说 哎中国人你叫他跳伞 他不愿意 你跟他讲说跳下去免费 他就下去 为什么 大家喜欢免费 你知道吗 他告诉你哎呀这个完全免费 好好好那我就去了 但是完全没有想到说我背后 我已经给他什么东西 哦给个资透露出去 个资早就没有个资了啦 个资早就被拿光光了 就是 了解 不要太担心 想开了就好 只要你说 就像我在讲说 哎如果说你要玩电脑 你要玩电脑 你要知道 电脑都会有catch 那如果说你不经常在洗你的电脑的这些 这些东西 因为我把catch洗掉之后 我下次要再上网的时候 我就会变得很慢 他在慢慢在漏在干什么的 包括我写的password什么东西都不见了 哎呀我下次要再去用我就忘了我的password了 OK好 他虽然帮你记得你的password 但是别人也记得了 懂吗 不要太懒 自己要把它写下来 这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通口 这些通通都是学生可以交作业的东西 但是呢 虽然看起来好像不用耶 他们都不用申请账号 不是 不是他们不用申请账号 是你常常在用这些账号 所以你认为进到这些平台是不需要账号 所以你就会跟学生讲说 啊怎样怎样 不小心你就把他们带进去这个social media 但带进social media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不对 老实讲是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人 你除非你要当摩登原始人 你要当那个山顶洞人 完全不跟人家交通 OK 你迟早一定会碰到social media 那你要遇到这种情形 你要知道怎么去对付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我躲起来我不用就OK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知道怎么去应付 遇到这种情形 你要怎么样减低你的危险性 包括你的学生他到脸书去 哦你说他到我的脸书 别人就不会找他吗 No他只要log in他的account 他就会看到很多吸引他的东西出现 因为他只要去登记之后 他的catch就会被这个脸书拿到 他就会给他很多很好的广告他喜欢的 OK 那些东西就会去吸引他 如果你的学生under18岁 注意听哦 如果你的学生under18岁 我不建议你用脸书去让他turn in作业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应变防卫能力 给第三方跟他联系 你不要说别人了 光是我就收到很多诈骗集团的那个脸书邀请 OK 那你要不要接受他的朋友呢 就像我们不是有一个脸书的 这个老师的社群网站吗 我不是建立了一个 在2008年开始到现在 2009到2008到现在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有特别的注意 我的进来的member 每一个人我都要去看他的background 如果他的background写的不清不楚 我全部都不让他参加 还有一个就是说 呃 他们有一些是伪装的啦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伪装 但我一时间没有办法告诉你做 这么多伪装是怎么做出来的 因为他们这些人在建立他这些credit的时候 他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就像你在做这个 像你看到很多网红啊 为什么他会变成网红 他营造他的形象 他的形象让人家接受 人家喜欢他之后 他就会变成网红 而且比如说 今天袁老师喜欢我 他就告诉他10个朋友说 郑老师很好 他都给这些东西都免费免费 大家听到免费免费他都来了 这样子 对不对 我突然间就增加10个了 比如说我们班今天有100 我们班现在有12个人 每个人都告诉你的10个朋友 我就120个人 哪一天 哎这些120个人都接受我的形象 他再一早10个人进来 我就1200个人 这种东西跟细胞繁殖没差太大 非常的快 好 这个就为什么现在网络社群 会这么夯的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他掌握的人头速度快到 你难以想象 那天熊老师有特别告诉你说 他去参加一个叫verno的一个 的那个影片的这个平台 对不对 他说哎呀大家怎么这么闲啊 他才贴了一个影片来了多少人 5万个人 5万个人 对不对 好你知道我在 在YouTube最 最受欢迎的一个影片是什么吗 立体剪春 才4分钟的影片 你知道吗 有看过有看过 来了几十万个人 嗯 几十万个人 哇塞 你可以相信吗 天系下 那对只要你把那个title的名字取得好 大家相信你 他们都会找人 越找越多 越找越多 大家都来看这样子 所以你就知道说 集结这个人群其实很容易的 那集结人群为什么很容易呢 最近你们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在办什么社团啊 你们来看哦 都不要钱不要钱 为什么呢 中国人人最多了 然后不要钱不要钱来的人更多 然后来了很多人之后呢 他就拿着这个影片 比如说我今天办了一个东西 哦自己讲哦 随便讲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一看 哎呀好好 老师你办这个东西真好 又不要钱 然后讲 讲的真是窝心这样子 好你就已经被hook住了 然后呢 你也被人家当做一个广告的筹码 他就拿着这个影片 跟下一个名人说 哎你看我们的影片 我每次去找人来演讲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几百个人来参加 那个名人就跟他联系上了 好他搭上这个名人之后 他就怎么样 他就整个upgrade上去了 懂吗 所以现在脸书上 你要找到片子实在很多 然后这些人怎么样建立他的社群 怎么样把这个社群 建立的很有credit 其实是很容易的 所以呢你不要认为说 哦他都在讲教育 他就很那个 我告诉你我大概每个月 都会从我们的那个网站里面 踢掉两个人 三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他开始有小动作 他开始有小动作 比如说我贴了一个东西 他就在讲 啊那你也可以到哪里去啊 你可以到哪里去 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怎样怎样 我告诉你他只要贴这种 奇怪的东西 当然我会take a risk 我会去看他贴了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只要给我一逮到的话 马上那个人就被kick out 而且马上report spam 他就会被脸书 脸书警告 然后而且他的功能会被frozen OK 这个坏人 我是坏人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如果要当一个社群的群组的话 你一定要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就不能保护你group里面的人 尤其当老师都太善良 都很好骗 好 那我们就先让大家签退 明天大家等一下忘记我也忘记 好不好 刚刚没有签到的 我们都已经帮你签了 好老师 我们可以先签退 找签退啊 对 因为我排的时候 不小心把他排太前面 哦 所以我就想 反正大家都在嘛 对不对 等一下 大家可能先去吃个午饭 还干什么的 没有关系 我以为您不要我们了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就等下智老师不见了 所以你会知道说 这个社群网站呢 其实还蛮危险的 但是问题是说 只要你管控的好 你保护好你的学生 你才可以去touch这个东西 尤其他现在的平台 做得非常的完美 你根本不要lock in 而且他还给你很好的information 说你要怎样啊 你要注意被人家hack啊 怎样讲 他讲得非常好 但问题是说 他整个平台 就已经是个商业平台了 你要怎么样 在这样的一个商业平台 控制好你学生的安全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OK 小青老师 所以你就知道说 嗯 哇 我可以 这个信用是谁在画 是我 这个是 对江老师 江丽 爱你们哦 好舍不得 好舍不得 哈哈哈哈 最后一节 对对对 这一堂其实是最跟生活 比较接近的 然后你会觉得说 其实你的学生如果18岁以上 他是可以到脸书去建立社群 如果说你叫的是语文中心 语言中心 language conversation class 这种的 你的学生进到脸书是OK的 但18岁以下千万不要 你说要不要家长 家长带他呀 No 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要一进去之后 他很可能就 会被 怎么讲 他的information就会被拿走 好 这比较麻烦一点 好你会想说 会不会家长被拿走就好了 哈哈哈 家长也不见得安全 所以如果说家长没有这个意识的话 好那我们要把它擦掉咯 大家都在我们就把它擦掉 OK好 因为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就是 你会看到你看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第一个讲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 我们用这个东西交作业的时候 老师你觉得安全吗 安全 哪里安全 我觉得最安全 在自己的 自己的那个 设计做的 自己的account 很好 很好 对 大家都觉得安全吗 我告诉你 其实它有个大漏洞 大家要注意到 我为什么今天马上要讲 而且要把它排在我们这个所有 课程里的最后一堂 好 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等一下我要请你们去知道 比如说我们在讲说8月8号的作业 8月15号一定要怎么样 turn in 对不对 8月15号之前 上课以前要turn in 好 你会看到说 你的漏洞在这里 看到没有 你的漏洞为什么在这里 他只要是抓档案进来 任何一个档案 包括是图片档案 我在大概两年前再跟你们上 你们有些人两年前不在教室里 如果你知道GIF档 有没有人知道GIF档 知道 GIF档是小动画对不对 也有人把它当作小影片 它是怎么样 它是一层一层的图叠起来的 OK 它那个一层一层的图叠起来 就是layers 那这个里面呢 所有的档案 包括你的文书档 我都可以加information进去 这些东西都可以夹spyware 不管你从学生那边拿来什么样的档案 你会记得有一年 不是一年 是在某年之后 Gmail不再接受zip the file的email 它可以搜你的影片档 照片档 它可以搜你的文字档 PowerPoint 什么都可以搜 但是它再也不搜你的压缩档 为什么 压缩档没有办法扫读 懂吗 以前我们在搜人家档案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一句说 你就Email给我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Email里面 它会进行扫读 所以你从Email收到档案之后 其实是安全的 懂吗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去搜人家的档案 那就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他并没有帮你扫读 你透过这个Email 这个filter的时候 他就没有人帮你扫读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收压缩档的时候 你一定要确认没有问题 那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某年某年某个老师的网上档案下载是带读的 OK 好 这个如果说你从来 怎么讲 你习惯用那个杀毒软体的话 他会帮帮我告诉你说这个档案是有毒的 那像我的话我从来不不做这个档案 就是说我从来不装杀毒软体 因为杀毒软体 对我来讲 我觉得他不会是比病毒来的快 就是说他那个设计Virus的人 他设计的病毒 这个杀毒软体永远不会杀到最新的 那我的保护方式是 我不会去好奇任何一个档案 但是呢 你如果说要去下载人家的档案 你必须知道他有没有毒 好如果说你现在是Windows 10好了 Windows 10他是帮你直接做扫毒 Windows 10他有帮你扫毒 好那当然你要同意啊 让他去扫你所有电脑的东西 好但是呢 OK好 签到签退是不是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 然后你记得 这个我们刚刚在讲说 这个东西很危险 好先先绕回来 这个东西很危险 那我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档案关掉 是我们现在要学的东西 我现在先退出去告诉你们 当你学生交完作业的时候 你这个报告 这个提交的这个form就要关掉 知道吗 然后你看我的QR Code 我在做demo的时候 你看我在做demo的时候 我把它画了三条白杠 为什么 没人 你就扫不进去了 老师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是请讲 随时可以问 对 那像我们到YouTube的时候 我们开手机 把它找到我们YouTube的影片 然后你不是有教我们 我们是用苹果的 可以把它 在手机上给它录下来 萤幕截取 对 那这样截取的话 运读也会进来吗 不会 那我们 萤幕截取 它就只是在你的画面上截取 它不是从对方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YouTube是谁的 它是Google的 它既然敢让你上传 它就一定会少读 老师插嘴一记 萤幕截取 不是只有那一个图片吗 不是 没有 它有一个叫萤幕录制 也可以录影 可以录影 那跟一般讲的不一样 是 不一样 那个手机录影下来 还可以把它剪 剪掉中间 剪掉一些 留下一小块 这个Google 还有YouTube 会不会找我们麻烦 不会 但是你不能再贴回去 你贴回去 它就会找你麻烦 贴到网上 我们只是在教课的时候 教到 对 教课还好 但是如果说 像我们今天的话 比如说 我如果前面不是在放音乐吗 然后我录完影之后 这个音乐还在 我传到YouTube 我常常就会收到它的警告说 你用人家音乐 你可能会有版权问题 它后面就补给你 你告诉你说 但是你现在是没有问题 你可以继续用 除非对方坚决要 你做动作 就是说 remove掉那个录音档啊 或者是说把那段剪掉 然后那个时候呢 你再用那个YouTube的工具 它会带你到那个工具 直接把你那段剪掉 要重新再把它 再把它做一个剪接接回来 那还有 不好意思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YouTube 我们录音录下来的结果 效果没有那么 要怎么样最清楚 就是说如果它录下来 然后我们旁边在旁白的话 我们是不是用麦克风来讲 还是说就对着手机那个脚 不可以 你荧幕截取的时候 有一个 OK好 老师讲荧幕截取 那我现在就直接先讲这两个 我先把这个退掉 好不好 免得等下我又忘记了 我很容易忘记 我先把这个退掉 好 现在我来分享我的荧幕给大家看 这两个先把它解决掉 比较重要一点 好 我现在来分享我的iPad 你刚刚说那个提交作业的这个form 假如学生交完作业之后 你要把它关掉 关掉的意思是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现在要做就这两个 一个就是王老师刚刚讲的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的那个iPad了 对不对 你现在看到我的iPad吗 看到了 要录影的 黑漆漆的 不是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的zoom 现在才进来这里 那我要做荧幕录影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要把它拉下来 他这个东西出不来 就是黑色那一块 不是 有了有了有了 看到没有 看到了 现在有看到我这块对不对 他的录影在哪里呢 在这里 那因为我现在在用我的line在上面 所以你们看不到它显现 这个叫荧幕录影 这个就是screen recording 看见吗 看见 看见 好 你在录的时候你把它用手指头压久一点 它会出现 倒数吧 不是不是 你如果只有点一下它会倒数3 对不对 对对 你压久一点它会出现一个叫做录制麦克风 麦克风在最底下 哦 没有影只有音 音是吧 只有声音没有 不是不是 它录的时候是不但是 影片还有影片的声音录下来 还包括你讲话的声音也会进去 哦哦哦哦 懂吗 你可以试的录 如果倒数的话只有影片没有声音 有声音 有声音 如果就是按的9的话又有声音也有影像 是这样吗 你如果倒数3秒是YouTube 我不是说它每个东西都可以录到声音哦 但是如果你倒数3秒是录的是YouTube的话 它会有声音跟影像 然后你按久一点之后 不是下面有一个选择麦克风吗 哦 你点了麦克风之后 然后再去按开始录影 嗯 那我们讲录的声音 对连你讲话的声音都会录进去 哦哦哦 明白明白 谢谢 好 这个是一个 好那我来讲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我们讲那个荧幕的东西 老师不好意思 这插播一下 这个录影可以录多长时间 看你的iPad有多大的容量 哦 OK 好 现在这个呢 我要把它回到我的桌面给老师看 等一下哦 好 好 刚刚雪梨老师在问 老师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是 老师 老师 你刚刚说哈 那个我们从手机录 对不对 对 那同时会录到影像跟那个声音 只有脸 只有脸 只有那个YouTube哦 对 YouTube 那 那 它里头影像跟声音两个轨道是分开的还是合在一起的 所谓的合在一起跟分开啊 要看你有没有专业软体 你如果有专业软体 我可以把它分开 你如果用iMovie就可以把它分开了 哦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 例如说我今天录了 那结果我被警告了 我说哦 他说这个音乐我不能用 那我必须要把它拿掉 他就把它Mu掉 万一他已经合成在里头 不会不会 都可以分开 你就直接Mu掉再录影一次就可以了 不用不用不用 他 你没有办法Mu他 你录的时候就是全部录下来 但你录的时候你可以把声音在iMovie里面拿掉 好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可以讲iMovie 我以他的轨道两个是分开的 所有的影片都是可以分开的 只是说你是单声道还是双声道 还是多声道这样 ok 好谢谢 要看哦 牵到牵腿ok 好来我看一下 来 员老师为什么打问号 把你的名字写错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好现在呢我们要赶快进到我们的那个 好老师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那个 我们上次给大家填的表格 因为我的表格是可以让你turn in 东西 所以应该用的是Google 就华语word.org 这个drive里面的功能 form绝对是在drive里面 好你看啊我们上次这个东西8月8号提交作业 对不对 对 我就点他进去 这个是我给人家填的表 好 那个 袁老师你在这里打上自己的名字是不对的 因为这里support 下面answer 地方是给学生打的 你要把你的名字拿掉 那我以为是我 我是学生啊 所以我 不是不是不是 你这个是一个表格要给学生填的 ok好没关系 反正就是这样子在经验中选 来我们来看哦 我们有13个人response 对不对 在这里 你现在看到了没有 我在这里选response 看到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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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你刚刚是在question 你现在是到response 进来这边之后 我不是create了一个 这个excel的表格吗 对 我可以看结论是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开关 冠券的开关 ok 如果你把这个移到这边来 就关掉 你把它关起来 你的这个表格表单 就不见了 就不再接受 你看到没有 我把它移过来之后 他就说不再接受任何的回应 ok 谢谢 这样才可以保护你的drive里面 不会被挤爆 或者或 如果说你一直开放 让人家不停的挤进来的话 你当初在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Google是不是有特别警告你 就说你要给谁填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好 安不安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直接进到你的drive 它直接丢进来的话 对你的危险性就比较高 因为它可以丢什么 Zip file ok 像Zip file 它就没有办法去做扫毒 扫毒 ok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开关是要做这个表的时候要设置好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它一直都有 不是 他故意的就 比如说你叫我停止了 比如说我根据你设置的时间 什么停止缴交啊还是怎么的设置 不用 没有就时间内容我要去关掉 自己要手动去关掉 对 谢谢 然后你如果说有个学生还要转移 好吧 那我就告诉他说那我再转移给你 你在什么时间内要转移 ok 那就一定要把它关掉 你不关掉 你这样看 我现在已经把它关掉 那你看我看到这个表单会长什么样子 他就告诉你说这个表单呢 已经no longer accepting responses 他就再也不再接受任何人的回应了 所以他们就不能再把东西丢进去 那你怎么打开看看呢 打不开 哦哦你说再打开是不是 打开看看我们看看效果 我现在再打开对不对 对 然后我再看一遍 嗯 他又可以填 ok 但是这里就是你的问题在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他可以让人家直接丢档案进来 如果你没有设定是图档啊 那些档的话 他的一个最严重最严重的代读的功能叫做EXE EXE 大家知道这个附加的这个档名叫EXE 是什么意思 他叫做驱动软体 嗯 驱动软体就是说 你只要一旦下载这个东西 他可以自己开始做动作 哦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包括你去买光碟片 你的光碟片 放进来的时候 他就开始开始动 因为他有驱动人体 懂吗 那个就是驱动 杨文老师还有问题 就是这里比如说交一个多媒体的档案 也可以用是录音的档案对吧 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但我们现在录音用的是Vocal 所以我们就请他 把那个 可以吗 也可以换 当然可以 网址没有关系的 但你要知道那个网址是哪里 哦 你万一你点错了 ok 常常有人骗你点到另外一个网站去 嗯 因为我是做网页 我知道 你只要点到另外一个网站去 你很可能马上就直接跳到驱动人体 哦 ok 懂吗 ok 所以不要好奇不认识的人给你的网址 嗯嗯嗯 除非你知道 知道 就是要看他那个网址是哪里应该 应该 应该就是我经常用他那个 我们也应该知道 小青老师给我们那个 呃分享的那个录音的那个网址 对 你只要看到 诶不卡录的是什么 哦 你就知道了这样就可以 哦 还有问题 杨文老师不好意思哦 没关系 就是比如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交作业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那我就不说 学生不需要有的Gmail账号对吗 要 这个交作业一定要Gmail账号吗 他不是用Gmail 他可以用别的Email 但是我讲过就是说 他要进到你这里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说 那你要去Login你的账号 哦 ok 但你Login的时候你可以是Yahoo 你可以是Harmail 嗯 但是如果你曾经在你的画面上 Login过你的Gmail的话 他就会把那个Gmail账号 Cue过来 不是 我是说学生 如果我把这个这个 Google Form 发给他们 让他们在这上面做作业 比如选择题啊 什么必答题啊 他也需要 他也需要 啊 那就麻烦 刚刚的动作 就像你在做这个Google Classroom是一样的 哦 那一定要有这个账号才可以 对 等一下你们就会明白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些事情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一样 哎 雅曼老师 是好潘老师 对 我不好意思因为是上周 没关系 我上周错过了这个课 没关系 就是你现在讲这个提交作业这一块 是在那个Google Classroom里面的Google Form吗 不是 他不一定要在Classroom里面 他就说你在你的E-mail里面的Drive里面 Google Drive里面 进来之后 里面有个New New里面最底下这个more的地方有个叫Form 它Form里面可以让学生turn in 作业 你看我进来之后 我可以设定我的Question 那我想为什么选它 您觉得这个是 因为我们现在想让学生turn in 多媒体的作业 嗯 刚刚我们上次有用那个Bocaru去解决学生turn in 声音的作业 嗯嗯 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今天需要他教一段影片啊 那你就可能就有点问题 如果学生大一点没有问题 因为他知道用YouTube啊 或者是说AirDrop 他可以用AirDrop 把那个资料传给你 哦 就是说他用E-mail传给你的时候 他告诉你说 你档案超过25MB 所以我们用你的Google Drive Upload你的档案 share 他会自动把你share给你的老师 嗯 但你什么都不用做 他只是跟你讲说 你超过25MB 所以我们将会用这个东西传给你的老师 就是传给你的 收件人这样子 对 对 那个可以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说 学生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他只要拉进来之后 他就可以把档案传给你 那传来的时候会长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你看我的拽里面 就有你们8月8号的作业缴交 嗯 他除了给你create了一个同名的8月8号的Excel档之外 嗯 他还会帮你create一个folder 嗯 你脚还痛吗 嗯 我问你哦 你上次有跟我讲过那个 不一定要用gmail 在哪里设定 这个里面你看就有 如果说你的学生有填他的名字的话 这个名字就是学生名字的这个 都会在里面 哦哦哦 对对对我记得 我因为我的 诶 嗯 因为我没有让你丢档案进来 所以你们看不到 好比如说上次好了 我们不是找那个 嗯 找那个熊老师他们来做 学华语向前走的教学分享吗 嗯 那他在里面呢 我们就有 我就开了一个airdrop让老师郭老师 他的资料 就可以丢进来 你在讲 ok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郭老师 我check这个box 你看 这有个郭老师资料上传的那个 你看哦 我这开太多了先把它关掉 他们的email 所以他们用那个email 这个survey 好看到没有 他就跟你讲说我的档案快要那个 这个先关掉 就是如果 这是我给郭老师的link 他就不会checkemail 所以就不用 然后郭老师呢在这里 他就可以把他 所以如果我check 就是只能用一次 但是 因为有别人在讲话呀 哦 哦 何老师 请关掉你的麦克风 好 这个时候注意看 我那上次 因为郭老师有两段影片要交给我 如果他用email的话太麻烦 所以我就给他这个link 那进来之后呢 郭老师就把他的资料丢进来 你看 他总共丢了一二三三个资料进来 这档案都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的 OK 那我上次呢就没有把它关掉 我今天就是要关给你看 我这样之后 如果说我没有关 大家到这个link的时候 可以继续把东西丢进来 你看这是我给郭老师的东西 大家就可以一直丢进来 丢进来 这样子 虽然我会知道是谁丢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clack你的帐号 但是呢 大家一直丢东西进来总是不好 我也搞不清楚哪个是郭老师 要给大家的 就会误传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应该做的东西呢 就是说 郭老师回应 他的东西已经都传完了之后呢 我应该要怎么样 我要把这个问卷关闭 嗯 懂了吗 也就是说你每个礼拜 让学生这样传 你要啊老师我的天啊 我听了头都痛死了 是的 有那么一点 哎呀还要关 还要啊 我告诉你 超过两个动作就已经很头痛了 嗯 是不是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提供给大家 不一样的动作 嗯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们一定觉得很头痛 对不对 好那刚刚就跟你们讲说 记得啊我们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老师在给学生提交作业的时候 是不是百分之百安全 其实不是 为什么呢 学生安全你不安全 尤其你如果用的是自己的Gmail账号 去做这样的动作更危险 当然你个人的Gmail账号 是没有办法收档案的啦 好 但你还是要小心 好 像这样的地方呢 虽然是全球华网的这个教育账号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说 这个东西你还是要特别 呃 要把它关掉 打开之后要特别关掉 你说 啊老师那你教这种没有用的东西给我们 那也不能这样讲啊 哈哈 你多认识一点 就知道这个安全性哈 好 那我们现在讲完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要讲接下去的 来 我们继续看 那个老师 老师 老师 老师我之前因为有做过这个Google phone给学生 是 我有很多学生他没有那个Gmail 可是他还是可以上来做 当然 不一定要有Gmail 我知道 但是他年纪比较大的话 他会经历到一个就是说 他必须用他自己的Email去Login 你的Classroom 你的Gmail OK 他一定要用 我也可以用Harmail啊 我也可以用Yahoo啊 但是他把他 用他的Gmail跟Harmail 他用他的Yahoo跟Harmail去Login之前 先决条件 他的那个browser 从来没有Login过Google的任何账号 他才会成功 哦 那如果他以前有Login过 他就不能再Login我的 不是他会不小心就被Cue到 他一Cue到之后他就不会放手 他就用他的Gmail 对 雅文老师 那我插播一句话 就是如果他这个电脑 从来没有用过Gmail 或者没有登录过 或者没有注册过 那他就可以用Yahoo啊 Harmail都没有问题 对 我这个link发到 江老师 他就可以做这张卷子 是 是 如果他这个电脑曾经 登录过Gmail 那么他在做这个 这张问卷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的 那个连接到他的Gmail 是吗 他会叫他Login 然后他不小心 就会Login到他的Gmail 他如果不Login呢 不Login 你就要绕好大一圈 再去重新用Harmail去 变成 OK 我给你看一个画面 你就知道 我给你看一个画面 你就知道 我是觉得 如果一定要让他有Gmail 那我的学生 我要让他们一个个都申请 是太麻烦了 你看哦 我现在这个Yahoo里面是Harmail 对不对 嗯 然后我到那个 呃 我到我的 OK 应该不是这样子 我应该到我的 Yahoo 这个东西里面 你看我这是Gmail 对不对 我的Gmail这边旁边 suppose 会有我所有的Gmail的账号 嗯 对不对 对 你会看到我有我的Yahoo 你可以Add another account 嗯 可以Add another account 然后呢 他就会把你的那个 你就说我要用我的Yahoo Yahoo Mail 或者用我的那个 我的Harmail进去 可以 Gmail的账号 但是他变成UnderGmail里面的一个Account 只是 嗯嗯 就像我现在是全球华文网 雅文正 华语word.org 是Gmail 嗯 我的Yahoo 就会变成Gmail的Account 的Login的Name 嗯 嗯 就这样子 但是他就有一个process的过程 嗯 但是他比较危险的就是说 学生也许家里用的主要账号是Gmail 他就不希望Gmail把它拿来做学生账号 嗯 对不对 他可能想用Yahoo啊 或者用那个 Harmail 嗯 那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个麻烦 因为他的browser已经Login Gmail 他不小心就变成 他的Gmail就会被抓到教室里面去 嗯嗯 除非他先Log out他的Gmail 嗯嗯 就很complicate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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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会有危险 就是说他自己的Gmail可能会被拉进去 嗯 嗯 那我就是说 不过对小孩子来说有点困难 让他所有的Gmail啊什么Hotmail 除非他从来没有过Gmail 那就是问题他们基本上用都是家长的电脑 那有可能就是会有Gmail 但我觉得这方法很好可以出一些选择题啊什么避答题啊或者是付一些阴档啊那个视频啊但是要有这个问题好像给学生交作业好像就有点我唯一成功的一次就是我用age进去然后呢用ag去申请Gmail的就说到classroom 的时候那因为我这个browser从来没有Login 过Gmail 的帐号所以就OK 但是后来我用这个账号 去lock in 雅虎 用雅虎去申请 Google Custom的时候 就出现一个问题 它cue就不是cue到我的Gmail 它cue到我的Harmail 这么好像无形之手 太可怕了吧 对对对 它就是你已经有了catch之后 它就会把那个catch抓进来 真的很讨厌 它们好像很霸道 然后我只想要说 OK我Gmail已经lock out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的Harmail其实已经lock in我的Gmail 所以我在try我的yahoo mail的时候 它就不让我进去 它就直接先cue到那个Harmail 除非我说我不要用Harmail 我要另外再用一个mail去申请 这样子 它一定要让你lock in 然后才可以回答问题 对反正你就一定要进到 它的账户才可以 这个东西呢 其实虽然看起来很confused 因为那个mail的问题 让你觉得好像很confused 但等一下我用social media来讲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清楚 你就会比较清楚 因为我们现在一下又讲Harmail 一下又讲Gmail 一下又讲yahoo mail 你就想说为什么我要到Gmail 怎么变成yahoo mail 怎么又会变成Harmail呢 对不对 但它们进去的又是一个account 那怎么回事 诶 无处可逃 对吗 好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讲什么东西呢 我又绕到旺季了 OK 好 没关系 先生老师 是 老师我们如果在那个做Google phone 有那个setting 你可以到那个 你可以回到你的那个surveil那边吗 就是8月8号交作业那一个画面 嗯哼 好 然后呢 哦 进去以后呢 因为我记得好 在那个旁边 sand的旁边有 不是 旁边不是有那螺丝 那个setting 对 里头有一个limit to one respond OK 学生只能教一次作业 一个e-mail只能看一次作业 对 所以呢 他因为只能教一次 所以他可以用任何的那个e-mail进去 然后他也不会问 他不会问你的browser 就是说你只能教一次 所以你会用任何的 因为我那时候是用这个的时候呢 好像我很多的家长都可以用 哦 爱你那个e-mail来respond我 对 大部分是gmail 如果他不是gmail的话 他ha-mail的话他还是要绕一圈 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说他要先 讲什么 他要进到你的社群 这样讲好了 他就要先进到这个社群 那他这个社群呢 不一定是gmail 比如说我今天叫做yahu的mail 我家用yahu 你家用ha-mail 然后江老师用的是 别的mail对不对 好 我们这三个人呢 都要进来填这个表格 但是呢他就要cru我们三个人在同一个社群里面 其实我们lock in的不是gmail 不是说我今天用ha-mail就可以去读我的gmail 不是 是我进到这个社群 我用的是gmail 你用的是ha-mail 然后江老师用的是yahoomail 是这个意思 你要把它分开来想 它是属于一个social media 它并不是属于mail 你要把那个mail这个字把它忘记 你要把那个mail忘记 你才不会说 为什么我这个mail可以lucky你这个mail 他这个mail又可以lucky你这个mail 不是 你要把它想成你在同一个社群里面 你进到这个社群来要去填这个表格的时候 我是用这个名字进来的 我是用这个名字进来的 OK 他已经跟mail没有关系了 他跟mail没有关系 他只是进到社群 好 那现在你就知道说 哦原来他们进来不是因为email 是因为他有一个进到社群来的key 那个钥匙 是link吗 助教你可不可以让猫进来 老师这个key是不是link 不是 key不是link 它只是一个钥匙进到这个social media 就像你进到wechat 你是不是也要用一个email 去打开这个wechat的account 听得懂吗 听不懂 你进到email 你到wechat的时候 你是不是他叫你OK你已经习惯 就是说你的login已经save了 对对对 所以你从来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logout在login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比如说 我现在是用163.com进来的 我就要再选 亚文正A163.com 然后再打进去我的password才可以进去 对对对是是是 现在大家就了解到一件事 今天我要做这个form的时候 它collect的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个人email到我的email 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个email 我们是用这个email去login这个社群 去login这个social media 这样你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了 哦那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mail都可以到gmail呢 No不是 它是social media OK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讲 对就是把公开用的问题 当做social media 对 好还有一个问题 亚文老师刚才我正好 有老师 何老师吧 那他就 这张卷呢 我只能让他做一次 不可以更改 是不是那个 limited的那个地方 勾选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在turn in的时候 我没有勾那个东西 我在setting的地方 我把这个turn in once拿掉 那我把它 我勾选了以后 但是呢 如果他有别的 你就没有办法填第二次 第二次 如果这个学生把这个link 用另外一个email 那个账号进来 可能吗 可以 可以啊 但是问题是 哦他有名字了 对他有名字 他已经在社群里 已经有名字了 对对对 他两次就有两个名字 对 这个就是他们保平安的方式 他要知道 谁进到这个社群 嗯对 OK好 等一下我们讲到 这个是安全问题 他必须这么做 所以你在跟学生讲的时候 你要让他知道说 这个东西 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他就会愿意 谢谢老师 再加上一句 这是免费的 他就更愿意 OK 好 老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是可以 就是你刚刚说这个 接受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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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手动嘛 所以他不可以设定说 譬如说10天以后 自动关掉吗 他不可以设定 他好像没有吧 我好像没有看到 他说可以设定 几天关掉 没有看到 像说老师出作业 我们就说 你可以最迟哪一天交 譬如说8月号出 那我们就说 在Google Classroom可以 Google Classroom里面可以 但是Form你要自己动手 手动 就把那个刚刚那个开关关了 对 Classroom的话 因为他转进的时候 他直接转到你的Drive里面去 他可以从那边 把那个开口关掉 这边好像是要自己关 我好像没有看到他说 哪一天会 Destroy 但是我知道档案可以自动 自己Destroy 你可以设定他自己消灭 我还有问题不好意思 江老师请问 这里了不好意思 麻烦您那个 杨文老师您点一下的Question好吗 Question 就是您这个 对 您看这个名字 都写在这下面 或者是回答的问题 还有一个 有的时候有一个单选题 单选题 比如说我点进来 有一个单选题 OK 它很好玩 它所谓的单选 它会变成 这个东西其实是单选 对对对 Check box才是复选 单选题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比如说 就像您给我们的 那个些问卷嘛 1234 那么这个单选题的 题里面有一个就是其他 其他的呢 如果我选其他 后面有一个下滑 后面它会多一个 让你解释的地方 对那个地方 那个下滑杠怎么加进去 它自己加的 OK来我来这边弄一个给你看 比如说我在这里加一题对吧 然后我加一题之后 我在这里 我就说 at other 对 我写个 123好了 然后在at other的时候 它自己就会多一条线 然后 你现在没看到对不对 没看到 我就到我这边来 对不起我把它关了 等一下我把它打开 好这边 看到没有 嗯 它就会多 它自己 它自己有的 你不用加 谢谢谢谢 好 到这里 大家有个概念 你们其实 现在都是活在社交媒体 所有的 我这样讲 好像我不在里面 我们都活在社交媒体里面 所以呢 对社群网站 你要有知道 要有认知 怎么样才叫安全 那其实这在当初的 Google Circle里面就有 很久以前 如果你没有听过Google Circle 那你真的是很年轻 好 Google Circle 当初有三 三个圈 不是五个圈 五个圈就是奥运会 OK 好 它是三个圈 然后你进去之后 它就说 我们把人这样一群一群一群 它就有这个概念 就把你crew在这一群 把你crew在这一群 每一群有自己的活动 好 它当初的idea是很好 所以它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被人家拿走 那现在也没有什么叫版权 什么叫那个都没有 大家就是这样过日子 好 我来看一下 来 再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不好意思 可以的 你用讲的就好 你用打字我还要去开 不好意思 我看你正好停了一下 没关系你请讲 这个那个叫什么 Google form这个 如果出了一张卷子一个作业 做完了有学生交给我 我可以在这个我的Driven里那个看到 看得到 看得到问题是如果它有错 我怎么还给它 它有错 ok 那我告诉你在哪里 今天我这里有一个作业在这里 对不对 你这是不是有response 对对 你可以看individual 看到没有 这是summary 就是大家的 question带问题的 这个呢是individual 看到没有 第一个江丽老师的 你这个错了 等下 ok好 然后我就荧幕截取 我可以在这荧幕修改 你知道吧 我这 对就是 我说不知道错哪了 那个 比如说 梁王老师 我说你这是有问题的 你名字错了 名字错了 ok好 那我就要给你看 对不对 但是你画面一移动 它不就移动了吗 你就要截取荧幕给它 就用图表式 就是这样做完了以后 截取荧幕给它 然后 其实老师很简单 如果你今天是用平板 或用手机的话 你一样可以打开 你drive的档案 你可以看到你学生 分印的作业 手机里面 然后呢 你就看individual 你看到哪里 你是不是可以照张相 然后你就可以用图片 做修正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传给他 然后你这个东西要改 他总不会从头错到尾吧 他从头错到尾 那也太悲哀 老师要自己检讨 对对对对 是 我明白了 那就是 平时像截屏一样的 然后指出错误会编辑 或者然后再 还是以图片的形式 反给他 那他有一个东西 也可以做修正 他有一个东西 你接一辆东西给他 谁 就是比如说 这是某某人的作业 然后这个link 让他可以还给他 可不可以 不可以 link不能还给他 他只能用截图 因为他 他可以上去看 但是问题是说 他收集的资料 是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他看 收集的资料是每个人的 OK 所有的人都在这里 所以他会看到别人的 OK 除非他是单独交给你一个人 这个等一下 你就会看到 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到 好的 谢谢 好 那我们就继续 刚刚的话题 这个呢 我们讲Google phone 我们刚刚有看到 Google phone 所有东西 所以你就知道说 当你觉得安全的时候 其实你后门打开 要记得关门 你如果不关门 对老师是不安全的 因为你的东西 可能会被挤爆 然后你可能就会被 Google complain 最后你就失去你的 这个平台使用功能 好 像这个样子呢 我们就继续往下一页 这个 电脑端 这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人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吗 不知道 我这写得这么清楚 你可能没有用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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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Line 你有没有看到 我传了多大的档案 我在这里 传了一个这么大的档案 你看这档案有多大 哇 好小的字 是吗 来 你知道这是 这样子啦 我这样讲你们 什么多大 你这样感觉不出来 厉害 我告诉你 这是三个多钟头的影片 我们那天上课的嘛 8月1号的上午的 对 对 那他怎么拉上去的呢 你知道从你的电脑 拉到你的Line 就可以了 你从平板都不行 从电脑 那就同时在电脑上打开Line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人在Line上面分享影片 分享电影 电影顶多也才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对不对 你那个张艺谋的加长行的三个小时 我告诉你 他们都可以拉得上去的 但是他现在有加一个东西 他就告诉你说 你这个影片只能看到8月16号 你这个影片只能看到几月几号这样子 这影片就会被自动消除 看到没有 那微信可以吗 这个是一个短的影片 微信不行 微信把关把得很严重 这个只有在Line里面有 他曾经关掉一阵子 他最近在赶他的social meeting 赶他的那个meeting room 所以又赶得又把这个东西 leak又打开了 所以不知道他会开多久 只要不要告诉他应该不会发现 杨文老师 杨文老师 你刚刚说 就是从电脑端把它拉到 就是drag and drop就可以是吗 对我只要压着滑鼠左键 拉上来 然后按send 他就传上去 ok 你现在看到 他正在传的时候 然后呢 他不但可以传 你在手机都可以看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在下载的时候 学生一下子要下载 300多个megabyte的影片 如果他的memory不够大 我讲的是暂时记忆体不够大 也就是说他正在浏览很多东西的时候 他说明只有一个 一个gigabyte的那个 1g的这个下载的ram或多少的话 他就有危险 他就看不到 懂吗 所以我们会建议 老师你在上课的时候 学生最好用的是电脑 不要用手机 当然影片我是不建议 不建议他拉这么大的影片来交作业 我也不认为学生会录给你一个三个钟头的影片交作业 OK 顶多五分钟三分钟 所以其实你用social media交作业 三分钟之内让他录完就可以 如果三分钟录不完你就要录两段分开就可以 懂吗 这个东西其实对老师来讲还比较容易 学生来讲也容易 为什么 你只要看家长愿意用哪个social media 你就用哪个social media去搜这个学生的作业 这个其实就 我的感觉是最不麻烦 那如果说家长他愿意用email给你的话 他drive要够大的话 他可以用airdrop给你是没有问题的 什么叫airdrop 就是说我用email的时候 我超过25个megabyte 他就告诉你说你档案太大了 我们会他会解释给你看 你只要抓那个要寄给人家的时候 他会跳出来告诉你说 你的档案超过25个megabyte 我们会先传到你的云端去 然后把link分享给你的收信人 这样子就OK了 懂吗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要跟你讲的 就是这个line有个缺口 这个缺口可以搜很大的档案 这个很大的档案 就要看那个学生端呢 他能不能吃得下来 因为他要吃下来要开始看的时候 他要下载完毕 他下载完毕不是全部储存哦 他也不是stream哦 什么叫stream有没有人知道 串流 串流就是边看边传 谁是串流 YouTube是串流 他不用你整个 比如说我去看一个追剧 我去追剧 OK我要在手机上看追剧 对不对 他会不会把整个影片 比如说一个小时的影片 他全部把你download catch download完了之后 有一个memory在里面 然后你这样才能看完 不用 他是一边拉一段距离的时候 你就可以读一段 再拉再读 再拉再读 所以这叫串流 OK 那但是 这个line就不一样 你如果是拉一个档案 300多个Mega 他必须下载完这300多个Mega 他不是存在里面哦 他不是存在里面 但是他必须把这个东西先 漏完了之后 他才能打开来看 所以他会占很大的 那个rem的记忆 rem就是暂存记忆 OK 那个暂存记忆如果不够大 用行动版来看 就会很吃力 OK 懂我的意思吗 不懂的话没关系 就表示不重要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好 这个是iPad端 iPad端你看 我要用iPad来看 这个档案的时候 我就必须漏到完 全部漏到完之后 我才可以开始 他才可以开始播放 所以他这个绝对不是串联哦 他不是stream 他不是说一边下载一边看 一边下载一边看 你就看YouTube的那个东西 是串联 所以呢我们到最后 有一个开口给学生去教作业的时候 我们说有一个叫什么东西 有一个叫YouTube 学生可以漏到YouTube 然后把link给老师 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的学生他有YouTube 他有这个app OK 他就可以录影 好 老师 那个在YouTube上面 你怎么样可以有 就是怎么样把它漏到那个YouTube上面 你的东西 对 这个就要看学生 你的学生年纪太小 他没有办法 他顶多就是用那个手机录完之后 就把它传给你 那可是你就是要 你自己是不是要有一个账号 所以你有Gmail就有 你只要有Gmail就有 好 我现在把它这个分享关掉 给你看我的Gmail OK 我这样就在里面了 好 我现在进到我的Gmail给大家看 你现在看 我现在有这么多Gmail 但我不让你看我主要账号的话 我就会说我lock in 我另外一个比较垃圾的账号 OK 那里面你们就会看到蛮多精彩的东西 这样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你看我一样到我的九宫阁去 OK 我现在在哪里啊 OK 这是我用社交媒体的账号 所以你看我现在到 对你有看到 这些都under你的账号里面 这些都under你的账号里面 然后我如果进到我的YouTube里面之后 它上面会有一个叫录影的 你看这有一个video ad 有没有 create create一个就是live啊 你不要create post的你go live 你go live的时候你要小心哦 你不要马上传出去 所以这个要年纪大一点的学生才可以 OK 好那你说啊那我学生 他直接用live的话很危险啊 万一别人就进来之后 他不是被人家你看 下面还有乱七八糟的影片 对不对 好像这样的时候呢 我会说 我让学生录完之后把它upload到他的YouTube 他有一个叫upload video OK 他可以upload 他upload的时候要注意哦 比如说我select file 他可以抓 抓进来 比如说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影片 我知道抓这个东西是别人的 别人都不知道会不会挨揍这样 这是已经录制好的影片 对我可以抓进来 你看我现在抓别人 actually这是别人的 我抓的时候呢 他在抓 这个地方呢 你就要马上设定说你这个影片是 不给人家看的 我要看一下在哪里 因为这个画面比较小 你就要设定哦 他都会告诉你哦 这个东西 他是不是for kids啊 你就说不是for kids play playlist 没有没有 这个不要管他 然后我就next next进来 他是问你要不要赚钱 你当然说不要啊 对不对 可以啦 可以赚钱 再下来 进来之后呢 你就看到我 所有的东西都弄完了 当然这个 他这个privacy的地方 你就特别要注意了 OK 这个地方你就要选 private就是我只有自己看 别人看不到 这个unlisted的东西就是 我把link给人家 人家才看得到 别人搜寻不到我的影片 啊 那对 但是 但是他其实还是对外开放 所以他会有版权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学生自己的影片没关系 但他特别注意说 他上来的影片要那个unlisted的才可以 我只有写unlisted 啊 link是不是在右手边这个蓝色的 你说 但是这个选项怎么出来的 给了才能够 才能够 他刚刚拉上去之后 他就一个一个继续就到这里 对对对对 他就这样子一直过来的 看到没有 你刚进来的时候是这个 然后你可以改名字啊 你可以改影片的名字 亚文老师 对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可能自己会制作一个小短片 然后其实就是在YouTube上去放了之后呢 上课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播放 那么我们要选是for kids吧 我们要不要选 不要 他这个东西主要for kids 他有特别的规定 他for kids是不是 他也是公开的对吧 他也是公开 他会对你的内容有审核是吧 对对对 他会特别审核 你看他这个东西还会告诉你说 你还要不要把这个东西 view over 18岁 under 18岁什么东西 他有很多设定 对 所以我们就不控它了 你就那Math4 不是专门给学生看的 你也可能给家长看啊 对 然后你就next这样子 其实你不做广告 一般来讲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因为他做广告的时候 有没有限制是8岁就很重要 对对对 对 那你最好就是说给学生 你看你看他已经抓到我这个影片是别人的 好所以我到这里呢 我就要把我的影片拿掉 ok我的影片在 video在这里 对不对在这里 看到没有 第一个他还在审核 然后我就把他点他之后 跟他讲 然后我们要怎样 action but delete forever delete 对 I understand delete forever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那是别人的影片啊 嗯 嗯 ok好 所以你们就知道 所以 呃你如果要自己测试的话 你就拿到后院去 随便绕一圈 然后把它拉上来就好了 我这个示范不是很好 因为我用的是别人的影片 那杨文老师说到这儿我又有个问题了 好请讲 就比如说那个微博 我们自己 自己上个星期间的那个微博的那个网站 等于说我们的个人的网站 是 可以作为教学用 那我要是上面放一些影片的话 嗯 也要考虑到版权吧 等一下我告诉你 你如果这个东西是别人的影片 嗯 你就要 注明出处 注明出处 我们有一个叫做买保险 就是说我们在做网页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买保险 嗯 什么叫买保险 就是说 如果以上的资料触犯到您的版权 请通知我 我会立即把它移除 ok 一定要写这句话 写下 在这个影片播放之前 没有的下面 就在 就在 就在你的网页的下面 比如说我上面不是镶嵌了他的影片吗 他有一个inbag code actually他如果不让你inbag的话 我的影片不让人家inbag的话 我可以选择我不让人家inbag 嗯 他没有 他不可以inbag 然后 但他如果让你inbag 他又不高兴的话 他就会去看 他看完之后 他就说 他可以选择把它网址换掉 或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 你就link就broken 我是如果我已经download的了 很短的小影片 不行 那个是付费功能 付费功能的话很简单 你就把你的那个门关起来就好了 哦 不明白 什么叫门关起来 门关起来就是我现在开给你看 嗯 我的weebly一个是付费 一个是不付费的 对 对不对 我付费的 就是说你要 你是不付费 对不对 你就不能直接拉影片 我弄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比如说我现在进到这个来 好我进来 您这个是不付费的吗 付费 付费啊 对 你如果不付费的话 他会出现很多闪电在这边 嗯 OK像我这个 如果说你要直接拉影片进来的话 一个叫YouTube对不对 嗯 另外有一个影片叫HD Video 嗯 这个东西是直接把影片就拉进来 这个东西你旁边应该会有闪电 因为它是付费功能 哦 就是说这个weebly这个账号 如果是付费的 这个才可以用 不付费我就拉不进来 没有这个功能 然后我有曾经拉过 别人的付费的进来 把别人的影片进来 在这里 嗯 这个是我拉人家影片进来 嗯 这个是我拉我自己的影片 这个就不是YouTube了 嗯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 您的意思 他就会影响到我的那个问题 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见的那些weebly网站都是不付费的 那我们就不能不能放那个那个什么了不能放影片 你可以放影片你可以从YouTube找到影片之后把他做这个in-bag in-bag 对 但是你不能像我这样直接把他拉进来 因为拉进来是付费 但拉进来他有个好处啊 因为如果说你这种拉进来的话 你说我侵犯到别人版权怎么办 我可以在下面写说如果侵犯你版权请通知我 我会随时 就我会马上把他移除 嗯嗯嗯 然后他如果都没有的话 因为我已经announce了 OK 好 然后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把教室关门 怎么样 对我也是 还有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 老儿插插话 你说怎么关门是不是 不是 就是我这个weebly网站 我是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见 随便一个人搜 是 是 因为他讲World Wide Web 那我不想让别人看 只有我的学生才能进来看 你就要加Locker 怎么怎么加呢 你要付费 哦 比如说我这样子 我到我的help 我的setting里面 嗯嗯 他有一个叫做加索 加索 对我的site password OK 你有看我site password就是 就是某某某某某这样子 别人如果进到我的网站 你看 比如说我到OCACLA 这个东西进来之后 嗯 你会看到说 我前面 后面都有三个点 这是我的秘密场所 我一点进来之后 他就说这个area是被那个password protect 嗯嗯嗯嗯 那他就要输进去我的password 嗯嗯 他才可以进去 所以如果你有影片要给学生看 你可以特别在这边加password 别人就进不来 别人进不来 但是如果看到标题他会有 万一 万一那个所有者 看到标题他会 看不到啊 他进不来 但是我不付费还是不行啊 您说的意思是吗 他怎么会看到标题呢 他看不到标题啊 不是 您说这个webely网站 如果我不付费 我就没有这个 把它锁住的功能啊 所以你就不要直接拉影片 你用youtube inbed进来 inbed 好 ok inbed的话 全责是在youtube 不在你 那我就要加一个说明 这就是关门吗 蛤什么 这就是关门吗 这个就是关门 ok 就是说学生要有我password 他才可以进的 然后像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说 如果说像我放影片进来的话 像这个就是我放youtube 你看有一个大的红红的这个东西 就是youtube youtube的影片 他youtube的话 你写不写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那边youtube 直接会被complaint 他会说我的东西被弄掉 他就会把link拿掉 或者是什么block 不让人家inbed 然后你这个就会变成一片黑黑的 你就知道说 他会通知 通知你吗 他会通知你 他会通知你 就是一片黑黑的 你就知道说 这个link已经被打中了 没有没有关系 他不是打你 但是他就说 他就是不让人家inbed他的影片 那你就另外找影片放进来 ok 应该也得给学生一个password 让他们看 这个不用 youtube都不用 ok youtube不用 那就有可能 他会看到 他会看到 他会看到我用他东西 可以的 好 请问 老师 老师那个你刚刚说 你要在下面写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触犯了你的版权 请告诉我这个 这些字呢是要用英文还是中文 你如果inbed是中文影片 你如果放中文影片去写中文啊 你写英文干嘛 哦 所以我可以用中文写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用中文写 嗯 那如果是英文影片就要用英文 当然 这个是标准的这种这种说明嘛 这个是我们标准做网站的这个保身密集 哦 哦 那不好意思 那就麻烦 老师 因为我怕我用中文写了 万一那个看不懂 他也不知道说我写了这段话 那中文的肯定是我们会懂中文的人编辑的吧 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 比如说刚刚我讲到6月6号 我这边没有写对不对 嗯 那我有写说版权为快手朱朱手 手工所有 哦 ok 看到没有 我有announce是谁的 在这个下面怎么加字哦 我问题来了 拉字啊 拉字啊 嗯 直接拉在这个影片下面 对你看嘛 我的东西不是在最下面 你看到我蓝色线对不对 嗯嗯嗯 就在影片下面 嗯 然后比如说我在这个版权下面写这样 再放一个字对不对 嗯嗯 我就说如果触犯版权请通知我 嗯嗯 我将把它移除 移除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就不用写 因为我想他 他们会放在那种社交媒体 希望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给他写说 他是快快手里面的朱朱手工所有 人家就会去看 然后如果说你在更善良的话 你就把朱朱手工 去网上找到他的网址 把他link过去他更高兴 那个 网红啊 什么东西 太高兴了 对对对对对 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些保身密集 在身上 嗯 谢谢 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 是请讲 如果教学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 用real player download 影片 在我的电脑上 可以放给学生看 那呃 可是如果我把这个download 影片 比如说像您刚才 embed到我的weblink上面去 学生可以看得到吗 他会他会转换 哦 所以他没有 就像youtuber一样 youtuber也会帮你自动转换 所以他没有real player 他还是可以看得到 你试试看 他如果仍让你把它放进去 他就是可以看 哦 OK好 他如果告诉你这个format 他是没有办法帮你传上去 哦 他就是没有办法看 他连传上去都不可能了 对对对 好谢谢 你好雅文老师 是请讲 对我看您在刚才一直是介绍 这个webly的这个使用 那我 那对我是一直没用过这个 你觉得我们需要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是 初级的使用这些网站啊之类的 那我在教学中需要去用这个吗 还是说有其他的 你如果有翻转教室 你如果想用google classroom it's ok 都一样他们就是一个非同步 线上平台 都是非同步的 什么叫同步 就是我们现在的zoom 就是同步的 嗯嗯 那像这种的呢 就是只是给学生information 给他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用的 这个叫做非同步线上教室 那这个里面呢 你要用哪一个平台都可以 嗯 那我们上次教这个是因为 第一个他免费 第二个他有教育功能 好 然后第三个就是 嗯 他也是蛮friendly 那你如果说真的需要像需要所教室付费的话 他价钱是非常低的 他一年我记得好像才 40几块吧 你如果一次付两年是30块 哦 一年30块是两年还是每一年30 每一年30就是两年60 60 对对 一年好像40几 你如果是business的话它是75块一年 OK 那我想问如果我是选用Google Classroom的话 你觉得他基本上能够就是能够在教学中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嗯 他不能拉自己的影片 你所有的自己的影片要先拉到YouTube 嗯 对就是要先放到YouTube里面 然后再把它拉进去 他只接受YouTube的影片 嗯 嗯 嗯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下面一个我再问个问题 江老师请讲 不好意思 就是在那个我们上次嘛 就是在那微博里网站的时候可以让学生交交作业嘛 比如给他一个链接 呃交交作业请点击这里什么 嗯 那么很多学生都都在这儿都放在这里了 那我看到的时候 比如说十几个学生 是什么一个场景 什么一个场景是不是 就是啊 OK 比如说我 就是在那个微博里的 微博里面 微博里 微博里你交交作业的时候 它的那个link是传到你的Google Drive里 哦 所以你还是在你的drive里搜啊 哦 跟你的表单有关系 只是说你 那是那个 那是我不是用Google Cloud 那个录音档呢 我们那天 录音档的话 它直接就只是link而已 它的link是在Vocal里面 嗯 而且它很好 它很好 它为什么呢 因为 比如说我在Vocal錄了一个音 我来弄给你们看哦 嗯 其实你们知道号码也没什么关系 你们也看不到 我看不到 然后我下面不是有Vocal吗 这个是小青老师的学生的 嗯 然后呢 我 你说这样子我就不能下载啊 对不对 嗯 有耶 它这有个link 哦 它这有个link 你点进去之后就在这里 然后你要下载学生的这段声音在这里 不知道是谁的 那我不知道是谁的 可以 这里能够辨别出是谁的声音吗 不行 不行 对 除非你叫学生说我叫谁谁谁 嗯嗯嗯嗯嗯嗯 那如果把它放在那个Google form里面就可以 Google form你就会知道是谁 对对对 因为它噴印link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谁 对对对 那这个作业其实它把link给我 放在如果它没有Gmail什么的 我也不想用那个 它只有一个东西一定要你在里面才可以填表格 它只有你用的是直接让它上传 上传 档案的那个 才需要 加入社群 那是因为安全关系 一般人填Google form的时候 你只要没有那个东西 它不需要你加入的 不需要这样 那对学生来说 也可以用 可以可以任何人都可以 那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刚才这个录音档 我把它让学生把link 用Email直接发给我也可以 可以 就是比如雅虎 我任何的 它只要把link放 它的Email给我也 都可以 我这样跟大家讲好了 嗯 你刚刚讲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它drive 对不对 它为什么一定要每个人都lock in 它才可以turn in 档案呢 嗯嗯嗯 因为它是为了安全 嗯那如果说你今天的问题里面 不包括提交多媒体档案的话 嗯 没有这个东西 任何人都不需要lock in 就可以填 嗯嗯 ok如果你们有参加联合会 这次的教师研讨会 你会发现它跟你讲一句说 哦你 我们这是匿名的 匿名的那个 问卷调查 但是呢 因为它在设定的这里呢 没有把这个勾拿掉 没有把这个collecting info 那个Email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会发现说 你们进去的时候 都要先有Email 对对对 要先lock in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没有这个多媒体的的话 嗯 任何人都不需要lock in 就可以填 就像我们的什么东西 我们的问卷调查 你看它刚刚已经通知我 有copyright的问题 你看到没有 ok 好可怜啊 好的明白了明白了 ok好 好好谢谢 谢谢 很有意思的 找了很多问题 没关系 你们就慢慢问 好现在我们就 刚刚就知道 就是说 我在YouTube里面 我在YouTube里面 看到的东西是串联 它是边下载边播放 边下载边播放 那是跟它的 viewing的功能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是 在line里面看影片的话 它就是要整个 通通要下来之后 才可以开始播放 所以呢 如果说你的影片太长 它为什么要限制你影片 只能有两分钟 三分钟啊 因为它不能让你忍受 像我这样一次download 要download三个钟头的影片 才可以开始播放 有的手机它吃不住的 你就会卡死人家手机 对不起 雅文老师有一个插播 我是叶玉玫 不好意思刚刚 刚刚讲的不够快 所以没有catch到你之前 因为我也在担心这个 Webly 我们是虽然是 现在用的是免费的 那对于它这个安全性 譬如说 学生可以upload上去 那因为它有点像 Webly Webly 学生不能upload上去 刚刚不是说用那个 那是Google 那是Google 我明白 所以那个不是 但是它不是在你的Webly上面 turn in吗 它只是把那个表单 放在里面 让学生有一个连结到那个 表单去 哦 所以它不是直接从Webly上面 不是不是 我刚刚误解了 Webly不能turn in 哦 ok 因为因为 然后像这个Webly 我们通常就是放到那个public的话 那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 因为你是free的那个account 那除非说你是付费 对对对对 除非你要锁教室 对所以我现在想说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free的 要给学生看的话 其实也有一点担心 因为 不会啊 不会有担心啊 那别人看 看到会不会 hack进去给你插什么东西 在你的Webly的网络上 当然不会 哦你是说到表单吗 不是到你 对我现在设计好我的Webly 对不对我已经open to public 然后呢 那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啊 因为我没有办法拉说 只有我的学生可以看 那现在其他任何人public都可以看 会不会有可能被人家hack进去 然后随便在我的网页上面 不可以 夹东西 不可以 不行啦好 不行 网页是网页 social media是social media 你没有互动功能的东西 它只是一个present 哦OK 希望 网页是不会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google classroom 你看 为什么google classroom 你进教室以前 他要先你加入群组 对 因为他就变 他封闭群组的话 外面的人 他必须log in 他才可以看见 对 你现在想到 这是一个网络社群 就像你在脸书社群一样 你的脸书社群 你知道脸书有社群对不对 他有很多社团叫groups 你如果join groups的话 他是怎样 你必须要进到 他是两种 有一种叫open的 像我们的那个 数位华语文教学 那个是open的 就是说 你就算不是 你可以看到我们贴的东西 但是你不能贴东西 ok 好就是我给你看 我给你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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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看但你不能动 然后呢 另外有一种是 整个不让你看也不让你动 除非你log in 加入我的group 你才可以看 就是这个意思 那叫做social media 然后google classroom呢 就是属于这种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互动 他一定要这样做 对对对 他如果不这样做 任何人都可以去贴啊 他就会伤害你的学生 就很危险 对对对 尤其我们 所以老师要开任何一个社群的时候 要注意到 你要去control这个社群的安全 就是说你要在setting里面要先做好 对对对 好的 好那我们现在再继续看这个东西 好的有问题可以再继续问 其实那个weberley weberley实际上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做老师可以贴一些东西 让学生分享的东西比较 这样比较安全 是吧 weberley 比如说课问的辅导的材料啊 比如说不光是用来教教作业 比如说我写一些学习的分享的东西 比如说怎么写字 或者是一个原则 有一个很大的原则 就是说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我不怕人家看的东西 一定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我有版权的人 然后我贴了 我愿意让大家看的东西 那就贴在网站上 谢谢 weberley就是网站 对对对 如果说你是社群 像google classroom 它就是社群 对 facebook就是社群 youtube也有社群 也有不是社群 它有公开对外的 也有不公开对外 那就是拥有人要去做设定 ok youtube有一个最大的那个 如果你要对这段影片做评论的话 你必须login你的youtube account 那这就属于说你要加入社群之后 你才可以说话 对对 要不然你不能有互动 你只能看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明白 现在慢慢大家有个概念了 有互动的叫social media 没有互动的叫website 或者blog blog也有互动现在 对不对 所以blog 对对对 blog它以前 早期的blog 它还可以让你upload file上去的 它后来把那个file的地方关掉 就只能写字 甚至于连link都不让你放 为什么 因为危险 所以所有的互动的 都要 现在通通都要加入social media 你不加入 它不让你留言 它不让你做这个advanced的动作 所以你会了解说 真的你在网上要做互动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到设定 还有你要做一个这样的教室 你要贴出来在网站上的 绝对是你自己的 你要给学生的 你有版权的 你如果是借来的 要用什么 要用in bag 这个东西webree都已经把你想好 你如果没有那个锁 它就不会让你自己把影片 拉到你里面去 懂这个意思吗 懂 in bag 东西在别人的口袋里 如果你整个东西把它放到你的网站上面 给人家看的话 那就是你把别人的东西放在我的口袋里 这个东西你就触犯版权 你就是没付钱就给人家拿来用的意思 雅文老师 是请讲 我问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没问题 是这个就是我 比如说 我可以share一下我的桌面 就是我的Google account 它会默认一个account 但是因为我有很多account 那我怎么去 你要分享桌面吗 我分享一下 好 好 你比如说 看看这个小图标 这个是我的account 但是其实 我不知道这个默认的这个account 是不是要 我们怎么样注意这个私密性 因为这个它默认的 其实是我的 经常收发 一些什么 text return 这个是你Google的account 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想把它 因为它是默认的 其实我挺想把它换成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要注意保密性 因为其实这个account 我用的 我只针对于我的会计师 或者是一些税务啊 或者其他的 才会有收发资料的 那您 从您使用的这个经验来讲 你觉得默认的这个account 应该用哪个比较合适 不重要的还是 OK 像这个东西啊 默认 它是跟着你的第一个email 第一个这个画面 对 老师你先关掉你的这个东西 好 因为你 好的 不是 不是抱歉 是我的影片里 等下我要杀掉很多东西 哈哈哈 OK 你这个东西啊 我给你看我的好了 我对这个不太理解 是不是应该把它换成一个 不那么重要的 作为一个默认 不用欸 其实没差别 因为它跟你第一个log in 的gmail有关 就你的browser 你看我不管我开哪个browser 你看到没有 都跟我预设的第一个进来的 你的这个账号有关 对对 看到没有 我再开还是一样 对不对 然后但是呢 从这个进来的话 这个我把后面全部关掉 OK 我把后面全部关掉 我再打开 它还是同一个头 对不对 好 我在这里呢 如果我要改它 嗯 嗯 我要从这边 把它换掉 嗯 你要log in 到另外一个账号 manage your account 然后用别的进来 你改的东西是在这里 不是在这里 那在下面 这里是我已经有很多个账号 我可以随时开一个 是 好 但在这里呢 就是说你的browser log in the account 嗯 你刚刚是说你这个东西 要不要 要不要把它换掉 对 对 如果没差的话 当然就可以不换了 我是因为我这个默认 我在想 是不是所有的 连接我都要通过 我这个默认的account 它都会通过你这个 嗯 这个要 这个要自己重新设嘛 默认的是不是 我曾经试过 从这里啊 manage your account manage 对 但是 这个很讨厌 就是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啊 老师你如果说 不让人家看 你只要不去点它 人家看不到你account的东西 嗯 但像你刚刚点给我看的时候 你的名字不但在上面 你的email也在上面 嗯 好 就是说如果有人来抓你的 萤幕的catch的话 嗯 他就可以送给你一些像这样子 promotion啊 送给你一些social 这个东西 都是来自是你萤幕上的这个截取 对 啊 这么厉害 对啊 对啊 这个东西 您刚才介绍的就是 比如我们经常跟那个一些社交平台 去互动的话呢 就用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一个account 对 你看我去申请的话 绝对是用 这有一个叫linda席 对 我一定是用这个 然后你说有什么差别吗 我给你看我的差别在哪里 就我不太怕人家看 无所谓 你看哦 你看到没有 看我这个萤幕没有 简直给他活活起死 对他经常发广告啊 不是 你所有social media 每天都给你很多很多可爱的信啊 嗯 这个这个主要信里面 已经都是social media的哦 还有你这个社交网路你看 再给你 然后这些促销内容都是来自你的social media 嗯 看到没有 嗯 对啊所以变成说这个账号呢 我根本就不用他 为什么呢 因为对我来讲 我才刚杀啦 所以你们好像看起来没有多少信 对不对 只有1到37 杀是什么 就是把它删掉咯 一个个删吗 就整个把它highlight highlight起来就把它整个delete掉 对啊 选选 都不见了 OK好 反正我就把它整个杀掉就对了 把它clear掉 因为这个account我根本就不拿来传送信件 嗯 对 我还有一个这都是比较非常基础的问题哈 没关系 假如说我收到一个很重要的邮件 我要把它保存下来 因为这个邮件我只点个新号 比如说是个黄色的 说明它我认为它比较重要 那我怎么样把它 可不可以在邮件箱里面有一个保存呢 邮件箱它一直都不会杀掉的 除非你把它delete掉 然后你保存的话呢 我会把它送到分类 比如说我下面有很多分 这个里面没有分类 这个才是我主要的信箱 这个里面我就有很多分类 嗯 但现在的分类也不太重要了 这个我要把 你怎么保存一些 比如说一些通知 有些通知 或者是有些回执它很重要 你把它放在哪里作为你 就是可能五年 我就会开一个category 然后进去把它存起来 你看我另外开的 像2011年的 当初觉得很重要啊 Amazon所有来的收据啊 我的群物啊 收到Amazon啊 这些的 然后class啊 我的class class102 SCSD 就是德国的课程 然后家里的信件在这边 嗯 对 这是跟Google的设定有关啊 嗯 然后你自己要去开这个东西 你到category里面去增加 嗯 对 好的 对 对 怎么增加我已经忘记了 但是好像蛮容易的 你可以找一下 对 你可以上网找 其实还蛮简单的 对对对 但后来我就发现 它其实不是容易你储存 是容易你把它删掉 容易删掉 如果说 ACSD我现在已经不上课了 然后我也觉得说 哎 存的没有用 我就把整个folder刷掉这样 嗯 自动帮你刷掉 然后你会说 那这样的话 因为你这个不是一个付费的邮箱 嗯 对不对 就像当初很多人很依靠Yahoo Mail 嗯 所以他们把很多business的东西都存在里面 但是你不是付费信箱 嗯 付费信箱跟不付费信箱的差别在哪里 他会帮你做back up 嗯 OK 他会帮你做back up 那他如果没有帮你做back up 你有一天不小心杀了就杀了 因为他 他这个垃圾桶他多久 几天之内他就会帮你清干净这样也可以 然后呢 你就会想说啊糟糕 我的重要信件不见了 怎么办呢 第一个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你付费 第二个就是怎么样 我们以前会把这个信把它存出来 嗯 相当于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文档 对 只有这样做 OK 这个是个人的信箱会这样做 个人的信箱会这样做 对 我想问一下假如这个就是mailbox 他会保留多久 你比如说我现在想看五年前的 我记得是哪一个 在啊都在啊 通通都在 一直都会在 一直都会在 只要你没有被hack 哦 对 你要是被hack过东西就不在 什么都没了 对 对 你的信箱就被人家控制 你当然东西就没了 哦 好的好的 谢谢感谢 所以像重要的东西啊 你这种不是付费信箱啊 嗯 有的 上次熊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讲说 哎糟糕他的那个照片里有他的 有看到那个drive license有两个 哦 对不对 像那种东西我就不会存在 这种不属于付费的空间里面 嗯 还有一个我前面问的就是那个 签到签退的那个制作 是 签到签退哦 呃你要看你几个学生 就一般嘛 比如说有个十来个二十个的这样子 对十来个二十个的话 比如说我的话我是用powerpoint 嗯 我是用powerpoint 然后我怎么做的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不是很难啊 嗯 但是看一下好了 这个你们可能会马上会用到 嗯 在view里面就打开 好比如说我们刚刚有签到跟签退在这里 对不对 嗯 其实这个东西哦 是可以移动的 嗯 看到没有 这是一张表格吗 对 是 是的 你看我现在在这里 嗯 在home home的地方我 加一张空白的 对 OK 然后我要去做这个表格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班上有二十个学生 嗯 我就要insert 嗯 格子 这个表格 嗯 大概四五二十 这样子写 嗯 二十 然后我把它拉到这边来 嗯 你说啊 好窄哦 往下拉 嗯 就有二十个学生的名字 嗯 你在这里就可以打字了 你点进来它就可以打字 嗯 然后你也可以选比较fancy一点 就是说 你这个格子下面还有这样子分格 你看这样颜色的话 比较容易签字 嗯 哦 OK 你也可以带格子 嗯 嗯 这样子 嗯 这跟我们的一样 嗯 好 那你会想说 这个这个会不会学生不好签 学生因为他如果说就用那个平板的话 他就可以把它放大 嗯 他可以放大来签字 嗯 你们现在就可以放大 然后在上面画一画这样子 然后 电脑不行吧 嗯 电脑不行 电脑你就乖乖打字这样 对 那就是 学生太小也不行 你看哦 我这样放大你们还还不可以吗 学生太小他签字也不好签 不好签 签号码 用电脑 那让他们签号码 他班号1234 对 嗯 对 其实上次有一个老师就在讲 他说你这种网上课程 你不能像在教室里 坐在那边盯着他 眼睛盯着他看 你只能用信任他 你鼓励他 信任他 然后把自己变得很cue这样 哈哈哈 对 你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你没有办法说 逼他一定要怎样怎样 不太可能 对 雅文老师就是 学生签完了 你是用截图 对吧 平平截图 对 对就就好了 结束 然后等到下课之后 你再把它去做一个标志 他到课率啊 其实 不是 我现在开电脑 在上课 但是我另外开一个平板 嗯 我的平板上面截图就很容易 我就按一个设定 诶你们知不知道平板按一个按键 它就可以整个萤幕截取 不知道 不知道哈 但是只有那个 有哦 你知道小米手机啊 像小米手机的话 它是三个指头画下来 它就会萤幕截图 嗯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知道 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消底 不消底 哈哈 像这样子对不对 它每个手机不一样 但小米有一根 我三个手指头画下去 它就萤幕截图 看到没有 嗯 雅文老师 你上课的时候 比如说你觉得 当然我们 我们都是小白 就是最基础的 所以就是一台电脑 旁边 然后在你觉得旁边要配一个iPad吗 怎么样会比较 手机也可以啊 手机也可以 那我现在等一下 我现在设定一下我的iPad给你们看 啊 你们玩过了没有 玩过了我就要擦掉了 不跟你玩了 玩过了 OK好 等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你们现在就直接要上战场了 哈 来我来分享我的iPad给你们看 打完老师今天是到四点五四点半吗 四点半 哦谢谢 好 给我们一些时间提问吗 袁老师说我已经用一个月了 什么东西用一个月 哈哈 用签道表啊 用您的那个签道表啊 哦 你们现在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一直在闪闪闪 因为他一直在读他自己的萤幕 然后就读成这个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啊 啊 这就是iPad啊 怎么这样 这是您设的吗 是 因为他在抓他的萤幕 我现在设了那个萤幕 然后萤幕又在抓他自己的萤幕 所以就变成这样 你看 我很喜欢这个 好 我这样子你们就不会看到乱七八糟的萤幕 因为我把那个那个Zoom关掉 嗯 现在我要告诉您怎么设定啊 不管你是手机还是那个 你们不是萤幕上会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黑黑点 嗯嗯 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 Touch Assisted 嗯 对不对 在哪里呢 在设定里面 只有苹果的才有 苹果的才有 点进去 点进去Apple 你看我那个Apple里面有个叫Setting 嗯哼 设置 对 Setting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不一定啊 有的在General里面 有的就叫做Accessibility 看到Accessibility了吗 有 好 你到Accessibility里面去 OK 他这个东西里面呢 就有一个叫Touch Touch ID 不是Touch 哦Touch 看到Touch没有 我们现在就可以用 因为比如说现在手机在旁边嘛 就可以用什么 对对对 你现在看到Touch对不对 好 我就到 我就点Touch 好 第一个叫做Assistive Touch 就是我刚刚那个黑点点 旁边那个黑点 有没有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Assist Touch 等一下我这个东西挡住了 Ctrl Center 你要Ctrl Center 要把它变成 嗯 在通用里面还是 通用里面是吧 Ung Acessibility Accessibility 进去之后 这个东西 要找哪个呢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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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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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平板,对,我是平板,我不太用手机,手机太小了,然后我进来之后呢,去看这个assistive touch,有没有打开,哪一个assistive touch? 在上面,哦,assistive touch,哦,是,不过,老师,我的这个是叫,就是我这个手机,它显示的是叫touch accommodation,是这个吗?还是assistive touch, 对,对,对,哦,这个,你要把它on,把它on,哦,好的,对,哦,它出现这个小,小这个了,按了之后,对,没错,然后assistive nice,找到了吗?找到了,这个有一个小的圆点,哦,对,对,我的手机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选项, 请问这个,这个是有在平板上可以用,还是在手机上也可以?手机也有,对,iphone也可以吗?iphone可以,嗯,我没有找到,没有看到这个,真是没有,我也没,这样的图标也没有,嗯,我找到了,general? 你把那个手机拿过来好不好,谢谢,因为它有手机,我没有,啊,哈哈,他眼睛比较好,我要看那个萤幕,哈哈,哎,那我们,我们,你比如说我现在脸上了,那我可以share,就是,我,如果是我share桌面的话,能够显示我手机的屏幕吗? 等一下,先等一下,你现在进来之后,你刚刚不是要把它turn on 吗? 对,对 главное,进来之后,下面不是有这个,one tab,two tab,lone press 吗? 对,对,它有三个选项,那通常你点的那个点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它是一个menu,会出来,让你减少你去按那个home键,wko, 我觉得,我来看一下手机在哪里,手机的叫 也是accessibility。 一样的 然后Open Menu 这个是叫 有一个叫Touch 对 一样啊 叫做Assisted Touch 都一样啊 看到了 对 好 那你们现在看到之后呢 你看到下面有个Single Tab Single Tab就是你去点那个黑黑点的时候 点一次的时候 它是什么 那一般来讲你都不设定的时候呢 它都是Open Menu Open Menu就是 出来有个六七格的那个东西 让你去选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把Open Menu呢 放在那个Touch Tab Double Tab里面 Double Tab 你有没有看到 我把Double Tab的地方设定成Open Menu 这里 看到没有 然后呢 我把那个Single Tab的地方 就变成Screenshot Screenshot的意思就是我空一下 它就照相 你看啊 我现在去按我的荧幕上这个小黑点 我去按我这个点哦 然后你们等一下就看到它截屏 你看到没有 它旁边出来一个截屏 看到没有 我只要按一下 它就变成Screenshot 我的Single Tab下面写的是Open Menu 我知道 所以你去点这个三角箭头 等一下我把这个插掉 你去点这个三角形箭头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OK 你可以选择 选择什么呢 选择 Screenshot 往下拉 Screenshot 对 懂了 好 但是你不要忘记哦 因为它本身是个Menu 你的Menu可能就不见了 对不对 老师是叫做Lock Screen吗 Screenshot OK OK 然后呢 你再回去那个Assistive Touch 嗯 Assistive Touch 再回去一遍 再回去 为什么要回去呢 因为你要把另外那个Open Menu 要把它射出来啊 因为有时候Menu你也是很重要啊 然后我再回到我的那个Double Tap 我就把它改成Open Menu 嗯 所以我萤幕只要按两下那个黑点点 它就会变成那个Menu就出来了 只是换一下它的顺序 嗯 因为我比较注重的是说 这一台我按一下 它就萤幕截取 按一下它就萤幕截取 它速度就比较快 嗯 有没有问题 什么叫做按一下就可以 哦那个黑点点是吧 对对对 就旁边这个黑点点 我就Touch Single Tap 它就变Screenshot 嗯 然后我Tap 两次 嗯 它就变成Menu打开 你看我Tap 它两次 嗯 对对 我按了 按那个一下了 等一下 嗯 OK 它就变成萤幕就会跳出来 等下你们就会看到萤幕 因为它有点Delay 老师 那个黑点点是 对就是萤幕 你一打开 打开手机就会 就会看到吗 对 如果你设定它是On的话 嗯 OK OK 你设定它是On它就会出现 如果说你 你觉得那个黑点点让你觉得不舒服 你就把它Off掉就好 OK 好 老师 有个问题 你可以示范一下 请问您用过华为手机吗 等一下 那个 华为手机 华为不一样的方式 华为是用那个 开机跟 开机跟声音的 降低声音的地方 你小米也是一样啊 它有一个 像声音跟开关的时候 同时压的时候 它也是Screen Capture 但是呢 你要到华为的手机去问它 它有没有 Shortcut for Screenshot 嗯 有的时候 就像小米 抽两下是 但是有的时候就出不来 对对对对 嗯 我告诉你那个Android手机不太一样 它每个牌子 它都会出很好玩的东西 嗯 就像小米手机 它是用三根指头 三根指头往下一画 它就螢幕截取 哦 哎 雅文老师 雅文老师 就您刚才教我们的就是 其实就是快速的 就是按一下 就截取手机 或者是iPad照片 画面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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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这个您在教学的时候 一台电脑 然后旁边放的这个iPad 或者是手机 那它的功能是帮助干什么的 截屏 截屏 截手机 比如说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好我马上截屏 然后我马上截屏 我就知道说 如果说我在课后 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因为你很难做笔记 哦 你很难做笔记 就比如说老师 你现在问我什么东西 我现在截屏了之后 嗯 可能我现在没有解释清楚 另外单独在跟你讲说 怎么样去做 嗯 你就要用截屏来做解释 对 那他替代了 其实就是说本来也可以在电脑上 比如说如果在电脑上教学 呃 学生在chat里面问个问题 或者是正好这个画面上讲到了个什么 我其实电脑上就可以截屏 但是您您觉得这个手机上截屏一按更方便 是这意思吧 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 如果说我现在是全屏幕的话 你的截屏就很困难 好 因为你截了屏之后 你还要把这个萤幕缩小 再把另外一个word打开 或者把另外一个档案打开 你就可以paste上去 嗯 ok 那个这个动作你就要花到三个步骤 哦 对 所以它会影响你上课 老师paste到哪里啊 paste 比如说我现在要截我现在的萤幕 我就按电脑 那个键盘上面有个screen print 对不对 哦 现在看不到我的动作 我按了screen print之后呢 诶等一下我我应该share我的整个萤幕 给你们看你就知道 谢谢 我要share这个东西 等一下 那我问一下你手机 其实就是你的手机登录 就是用你另外一个用户名 对吧 你的电脑是 亚门老师 你的手机可能用的就是另外一个用户名 所以你才会 它就像作为一个学生一样的 所以你才可以 对对对 而且它有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显现我的另外一个东西 给大家看的时候 我可以用那一台去显现给大家看 它有一个摄像头嘛 它也一样有video 它有video 那我就把它拿来做一个像实物投影机一样 ok 我就可以在下面写字啊 干什么大家都可以看到 好 我现在来share我的萤幕给大家看 刚刚想什么 我为什么要share萤幕给大家看呢 okok我知道了 比如说我现在截我这个画面 那我要截我的桌面的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我的桌面这样子 我说ok好 那我现在截我这个影评给大家看的时候 我现在是全萤幕了 然后呢我就要按screen print 对不对 我按了screen print之后 我现在按了我的电脑按键上screen print 下面还要打开一个word 打开之后再按ctrl v 我才可以把我刚刚的萤幕打出来 然后我再从这个萤幕跟你讲说 你刚刚问的问题 在哪里啊 怎样怎样这样子 是这个吗 还是这个啊 就在这解说 这个解释就比较慢一点 但是如果我现在 在我的ipad上已经截图了 我已经按一下截图之后 然后呢我这个东西不就关掉吗 我关掉之后 不存 因为多一个步骤啦 然后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就分享我的ipad的话 或者是说私底下回答学生 通常不会在课堂上就分享ipad 不会 因为那个太浪费时间了 通常是私底下回答单独一个学生的问题 才会这样用 比如说我现在回答我的ipad 我用我的ipad传过来 等一下 因为他把shareipad 那个ipad的时间 也花的蛮多的其实 明白它主要是作为一个截图的工具 比较方便 对比如说我现在进来了 我的ipad对不对 然后呢我就 你就可以看到我刚刚截图 我只按一下按键 我其实我截了很多图你看 包括刚刚一模一样的图 那这个图就不是说上课我要给 学生回答问题用的 这个可能就是我只是 只是课后要解释用的 我可能在我的非同步线上平台 跟大家解释问题 看到没有 那我想问您 您这个平台现在就还是您正在讲课的平台 你怎么把它ipad怎么去 现在变为显示ipad的这个 account 你看吧 现在这个东西 你看我现在screen print 我一定要screen print 我不screen print 你就看不到这个东西 OK我把这个东西弄给你看 我要先把ipad这个关掉 好 然后我要分享的是我的桌面 你现在看 我刚刚把那个图截在这里 因为我在share的时候 你现在就可以看到整个萤幕 对不对 你看起来像我整个萤幕 其实不是 是我刚刚做的萤幕截取 那我的萤幕截取 因为我刚刚在分享的是ipad 所以你们的画面看到的是ipad 不会是这个 OK 那像你们刚刚问我说 学生签到 签到之后我在哪里截取屏幕 我就在ipad上截取屏幕 我不是在这里截取的 对 其实你手上稍微碰了一下而已 对 我就是这只手这样 过去touch一下这样子 touch一下 它就截屏了 然后像这个呢 你就看到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的basic里面 其实我的画面 我的工具啊 跟你们都不是很一样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分享ipad的时候 它在basic的里面 有一个叫ipad iphone的这个share OK 那你如果要分享声音 这有一个声音 电脑里的声音要做分享 然后再按share 就出去了 OK 好 所以我们的萤幕都不太一样 好 那这个在手机上也可以这样做吗 手机上面 手机上可以做哪一个 不行 你截图 OK 你截图只是截到学生端看到的 但是如果现在我要给你看到我的教室的功能的话 像这个东西在学生端是看不见的 OK 所以这个就一定要在这里share OK 好 雅文老师请问一下 像我们截图它会说save to clipboard 那那个会存到哪里呢 因为像我们刚刚讲这样就说 我一下就要去把它存到document上面去 那如果clipboard变成我一次要 就是说我不去存 然后它是不是clipboard会存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不需要一页一页的去处理 而是等一下我去看了全部都在里面 你是用哪一个软件 就是用这个萤幕上不是有window 还有shift跟s OK 你现在看我现在用萤幕截取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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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截了这个东西对不对 是 右边会不会出来 因为我现在是全萤幕它不跳出来 真的气死人了 OK 等一下我要把它 它这个没有办法出来 好 那个 让我看一下 我应该要用 等一下 我用这个好了 因为我一定要有东西 它还是跳不出来 OK它跳不出来 这个因为我现在是全萤幕分享 我要把它变半萤幕分享 让我来把它换成 懂你的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分享这个东西对不对 对 你们看不到我在截图 我旁边会登堂出来一个东西 好 那我现在 现在也不能分 因为它会把它那个弄掉 好 它按你按的储存键对不对 还没按 还没按 我说它Clipboard 它会不会一页一页都留在那 那我事后再回去把它收集起来 不可以 不可以 你那个Pub 我跟你讲 它有一个 leak 它有一个bug 它就说 你CaptureCapture之后 你只要变成全萤幕 然后你要一收集它就不行 它会整个不见 然后怎么办呢 通常我会开一个Word 开一个Word 用Ctrl V Ctrl C进去 是 对 对 那个我知道 所以就变成说 不行 因为它会消失 是 每次都要去存 好的 谢谢 不是 你如果不是开 不是这个Zoom的平台 全萤幕这样子闪过的话 你只要闪过一次全萤幕 你刚刚的Capture全部不见 OK 好的 谢谢 你如果想要快一点 有一个叫PickPick 它那个东西就是说 你一压 它马上就帮你存 帮你存 但那个 它也有缺失 它也有缺失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是 我是建议 你可以用另外一台去萤幕截取 会比较快 好的 谢谢 好 现在我们还没有讲完 大家都以为讲完了 其实没有的 温固自信已经讲过 我们还没讲完重要的 对对对 好 我们刚刚讲完是 这个 电脑端 好 这个很重要 我应该给你们休息一下吗 对 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个15分钟 对 休息一下比较好 好 先休息一下 因为这等一下是不一样的东西 何老师 老师 老师那个 我从刚刚你讲的那个 control center之后呢 就所有的进去的东西 就都不一样了 这个跟那个 我用的iPad跟iPhone 跟你的型号 不一样会有关系吗 没有 没有 它还是一样 是哦 你说你进到control 不是control panel吧 你应该到那个setting 对我在setting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就没有你后面讲的东西了 没有什么single啊 double这些东西 你可以share吗 share 它不会透露掉你的那个 不会透露你的那个 没有这是iPad iPad没有关系 对你就到setting去 等一下好 我先看一下我有没有 iPad iPad vs cable 你现在上网是iPad 没有上网我是用那个 电脑 等一下好 我先看一下有没有设定 有有 你只要是电脑你就可以share 好 我只要是电脑就可以share iPad iPad iPhone 我到share screen 好 或者老师 你可以用荧幕截图 然后分享图片也可以 怎么做 screen capture 你按你的home键跟你的那个开关键 同时压它就可以荧幕截图 对 对但是我怎么分享到我的那个 电脑上面 它一直在跑 你的手机没有进入是不是 手机没有 ok 那你就传到你的电脑 我现在 我现在是用那个screen mirroring 可是它一直还在 可是它一直在跑 可是它一直在跑 对 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弄 screen mirror 嗯 嗯 你就是选那个分享iPad嘛 对不对 iPhone 对对对对 对 可是它一直跑不过去 你把那个分享关掉 然后你把那个螢幕照给我看 可能好一点 好 enable 他说enable enable enable没有关系 我先把那个 我先把stop sharing 嗯 好那我等一下照个像 然后 传给那个老师看 嗯 好 好 那大家继续休息哦 1月结束的时候再回来 谢谢姚文老师 嘿 姚文老师你好 我是严绿美 我4点钟 4点钟又有一个meeting 不好意思 刚刚才说到4点半结束 要提早 没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只休息15分钟 我们4点15就可以结束 okok好 我4点钟一定要进去你的meeting 好对不起 ok 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你这么正常的心 不会不会休息一下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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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亢能不能进去